那么LF先手还是像刚才说的 犬神这个点是上到了半位的 没错 那其实VP真的很重要 而LNGM之前的话 在队上像OMG包括阿瑟比赛 在VP上总是能更胜一筹 而今天面对到老大哥LF就不好说了 毕竟LF有一些体系是LNGM不完的 他们也必须去搬掉 没错 反手LNGM是搬掉了大夜晚 不过其实从整个半决赛的时候 当时也说到LNGM他们是 当时没有预估说自己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如果说他们的状态依旧是保持于 当时就是说我没有定特别高的目标 那么我的心态是很平和的 轻松应战 对 压力小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后手豆子跟善意也是作为前三班近期来说 是上班的关键位了 是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这首大乐玩会优先级这么高 看来还是给足了Code的面子 待会儿的第三班LNGM这边 会不会把Code这边的小秀 或者说夜叉再去送上一个班位 不过这首搬这小天 要知道在豪贩团 其实重磨出来是比较多的 目前两支队伍其实都会用 重磨体系的情况下 这个虫师架在这儿了 LNGM你搬不搬 如果搬掉的话 我这边还有匣子可以去拿到 甚至上路像T0级的像狸猫 他也都在场上面了 这首感觉班位不是很好用了 确实 就看一下这首按键怎么做吧 因为虽然说下路两边都很喜欢 玩炎魔加重尸组合 当然可能想好就是说 如果你拿重尸我就把炎魔拆了 可以拆掉 对 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么狸猫就会上到一个班位上 看这首按键怎么去考虑吧 是的 狸猫跟重尸要抉择一下了 搬狸猫 狸猫搬掉 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班位 那LF在重尸跟炎魔同时 在场的情况下选择了 先选炎魔 也确实 因为炎魔作为后期炮台类似神 要比重尸在中后期中戒能力要更强 并且匣子还在 即使说重尸被你拆掉了 我这边还有一种匣子 可以去保护到C位 这一下NGM就被架在了一个关键线上了 你说这个重尸拿不拿 其实LF拿得还很自信的 一开始就把下盒给掏出来了 这样一来的话 LNGM就要考虑一下 上路包括说 打野的切后能力了 一定要把这个炎魔的发挥给限制住 你现在你只有两个位置 如果你这一手重尸不拿的话 你可能想说 那我拿匣子强压线拳 那么可能LNGM接下来 就要打一个类似快攻体系 就不给你炎魔那么长的发育期 也是可以把这个比赛 拖到他们想要的前中的节奏 是的 LNGM最近打的节奏 大部分都是一个中期开始发力的节奏 如果拖到大后期的话 就可能会存在对方的一个作战能力 比你还强 没错 因为确实夜兰的这个炎魔 在经历了多次版本当中 可以看见确实是无数一致 LF今天的话也是做好了准备 一下子就转性了 因为其实在他们的一个 最后赛的比赛中 更多的还是用到像妖狐 包括二口女这种偏快攻的体系 没错 今天面对到LNGM 其实鱼的这首炎魔也是给他们一些压力赛的 所以说以选代班直接把炎魔给抢下来 看这首要不要选择 要么选快攻 要么就把虫狮拆了 虫狮拆掉 再选了一个非常稳妥的中路千击 虫狮加千击万斤油吧 这样的话 其实LF这边清击最近也有在玩的 你的辅助既然是虫狮对我的清击没有什么限制能力的话 哈迪斯这边的选位也是可以考虑清击的 没错 刚才也说的 你如果拿虫狮匣子这个点 我肯定是会在后两手拿下来 就看这首是要考虑中路 还考虑到达野和上路 目前来说的话 在中路其实是没有封锁的情况下 反而是达野位已经扳掉了三个 扳的位置其实挺多的了 包括上路目前来说 只扳掉一个T0李猫的话 云爱静跟谢姬也都在场上 不着急拿嘛 可以往后放一放的 这个位置把Code的一首夜叉直接给敲下来 这三手点的很扎实 很舒服啊 对 很难想象说在一个决赛的阶段 能够拿到那么豪华的前三手阵容啊 突然这边拿了一首跳妹 小妹 这样一来的话 感觉是想把整体的节奏 还是要往中期去提一提啊 跳妹其实对于研磨的一个限制能力 并不算太好 哦 他可能是考虑到 跳妹加千击的大招 配合虫师的大招加速 直接秒后排 对直接去找后排一个牵制性 那这样的话也确实是一个可以划解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跳妹的发育 包括要断掉Code夜叉的节奏 这个腰球难度实际是比较高的 有点做不到 对 反手的话 LF也是知道你可能会打这种快攻压视野 那么把腰虎搬了 是的 待会看一下二口女或者说铁鼠之类的士神 要不要也送上班位吧 是的 那LNGM这边的话继续在班中路 比岸花脚上安娜全部送上班位啊 那其实十六股尊青鸡还在场上 LF这边的中路还是有不少选择权载的 其实感觉LNGM在后两班当中 其实是有点高手的 因为在花生间当时也讨论了 就是说比岸花可能在决赛的舞台当中 她的登场率很高 没错 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容错率高 但你如果这么班的话 你其实是给LF放了像青鸡这些 就是还在场上面一些强势士神的 确实是 那最后一班的话 给到一个白狼之后 LNGM这边的射手位要先出 还是说藏一个上路的位置 目前来说的话 白狼搬完后 你要真打大合的话 你可能就预赚金了 预赚金也在的 对 预赚金相对于岩模而言 她的整体速率可能 她对于团血的消费 但单体爆发肯定还是岩模来得更直接啊 是的 并且的话 这会儿可以先出一个上路啊 把射手往后藏一藏 云外镜 云外镜 云外镜选出来之后 整体的阵容肉度很高啊 目前很扎实 这个云外镜只要在 专后期的团战里面 开一个白镜的话 颜魔需要处理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来了 血击加青鸡组合也出来了 确实 对面其实对于青鸡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波青鸡选出来的话 没什么问题啊 但如果刚才她拿云外镜 就想好了这局是要往中后 后打了 是的 那么可考虑的就只有预战金了 目前版本来说 可能预战金是最优解了 在白狼被搬的情况下 像锦纳罗这些试神的话 最近那个表现并不是很好 伤害有点不足啊 即使刷到大后期的话 她的一个输出能力 是远不如类似于 颜魔或者白狼这一类的试神的 但是我们也说过 预战金其实在这个赛季 登场率其实挺高 但是胜率一直是 不算很高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试神 因为算是赛场上的 一个热波波 就不会有什么情况下 它都属于更古兵的 就是三大最大C解 但是它的作用 其实是大家能发现 它的装备的一个走向 大家是能够把握住的 对 你什么时间强 什么时候会跟我打团 其实会根据预战金的 一个装备成型器 让对面拿捏住你的节奏 是的 反而是其实最近青蛙磁器 可能成为了预战金 更好的一个替代 因为它的伤害也很高 并且自身还带一些 保密和控制技能 没错 那这个整体 正如其他来过 Angie在前三手 点到了虫师千奇 跟跳妹 原本想要是打一个 中期的爆发快攻的情况下 后两手其实点的 还是比较稳妥的 没错 有一点就是说 给自己后期 留下一点点机会和容错 我中期没打过 我后期还能再给你博一下 确实现在L1GM的 整套阵容的风格 就是说我把肉度撑上来 但是LF其实并不是很怕 青蛙和研磨 两个切肉的 很大的一个核心点 其实是可以说 把云外镜的这个白镜 给快速地处理掉的 没错 而且最关键是 你这局选的是一手跳妹 中路的线拳 本身青蛙压线 其实也比较快的 青蛙虽然手长 但是对方在一个 与夜叉的情况下 青蛙的线拳 把握包括自己的站位 是十分考究的 而跳妹可能 第一时间不一定 能比夜叉来得更早 就这一局 在前三集 对于中路的线拳 和血量的把控 需要双方打野 去过多地关注一下 中路的线的一个走向情况 其实我们打听到的 一些小道消息 就是说LNGM跟LF的 一个训练赛的话 好像LNGM这边的 一个赢面会更大一点 赢的场次会更多 但是说不好 因为LF真的是 后期勃发 而且是赛场型的 这种队友 有的时候训练赛 就会出现半猪吃老虎 的这种情况发生 我现在进来到 LF对于NGM的第一局 谁先下第一分 我们拭目一旦 我是本场解除一梦 大家好 我是苍楚 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微信搜索 金小剑同学 小程序京东面积 几下专属大学生的 3C潮流阵地 验证学生会员 几个抽取iPhone14 更有大潮实习 等你来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 和做伙伴 金小剑同学 对本次OPL直连赛 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同款对付 和相关周边 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 都有概率 获得选手 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 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登录失控 像素小程序进行了解 我们看一下 第一局的分录情况 这一局双方在 经历了整个赛季过后 会发现 大家其实对于 逸琳的使用 在开局逸琳的 视野的使用 其实是用的是 比较频繁的了 确实是 而其实 不管是云外镜 还是戏机 在接候赛的一个 上场率是有所下降的 没想到今天的决赛 被搬掉礼貌之后 两支队伍 不遇而终地 把这两个视线 都选出来了 这两个视线 说实话 算是在季后赛当中 有一点点坐牢的 就是挺难受的 甚至有一点 逼逼陷阱的感觉 对 不过目前来看 中路在 强二的环节当中 确实亲机 一级的压制力 确实要更猛一点 是 主动进行了换线之后的话 两边的一个上路 也是傍晚打野 现在要回线了 两边回线来看的话 因为夜幕子这边 其实是回的更早一点 所以在血量上面 其实是稍微有点吃紧 没错 好在两边 其实感觉敌线 并没有选的卡 更多的还是想 快速地去 推下塔皮的 补下经济 是的 甚至对于LNGM来说 这波也不是一个 去把塔的一个换线 而是对线真的打不过 同时加上预赚金 在前几级的对拼里面 和炎魔 加上匣子 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应对的 好 那么中路在三界的时候 也迎来了夜叉迪波 帮忙快速清线 这也就是刚才说到的 双方在打野 其实是夜叉可能 最终的进攻性 来了更频繁一点 那黄熊去摸大门蛋 摸完之后 看夜叉这一波 要不去稍微地 往野去反一下 两边也是中路 解放之后 想去帮忙解一下线 这个位置的话 扣的位置是被看到了 但是光一个米洲的话 其实威胁不是很大 没错 这个小野怪想要去反掉 米洲这边上线 帮忙的一个路径 是被拦住了的 有点难受啊 猫猫头有点杀人猪心 还挂了个侵蚀 是的 所以就是不想让你 千机来到下路 是的 虽然说我这边 轻机的一个帮线速度慢 但是你千机上不了啊 对 就我在后面卡着 你跟我轻机没动 其实是一个区别 没错 如果目前来看的话 轻机在上路 琴线可能来得要 更加轻松一点 因为第一天跳面 是直接往野区走的 帮忙解完线过后 也是小伟子也准备回去了 这一波想抓一波机会 两边的第一局 打得还是比较稳健的 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爆发太多的一个进攻 虽然说第一天的链子 是预判给到的精力 但是反手二技能的 预算精力拉开身位了 也不好去消耗血量 是的 下路这边 白的这个位置 被蹭得有点受不了了呀 地零挂到之后 这个减速要交出 还好 交出来了 这得亏是猫猫头的品 这要是夜兰的PAA 这自愈就得交了 是的 现在研磨这个分线能力 有点太强了 是的 刚才米周都有一点点的薄 但是主要关键第一时间 是因为这个千击的自愈 刚才有一秒钟还没好 差一点点 如果自愈再晚一秒 很有可能就要出事的 说实话 我爱在这边捏得有点太死了 我看着都吓坏了 看一下上路两边 镜像的对线来说的话 解线情况 包括推塔的速率 可能说近于这边更快点 也是因为刚才千击在下路 蹲的时间其实挺久的 而且研磨这个是什么 本身拆塔的速度就不太行 那这会的话 也是夜元火已经刷新的时间 但是两队目前 对上半野车的资源 暂时还没有什么异象 我们看一下中路的现在 清完过后 看这波千击再动往下抓 有没有机会了 两边可能是互换一个资源了 这一局刷的又是一个圣气楼 其实LNGM最近的比赛 跟圣气楼非常有缘 基本上他们的比赛 圣气楼的这个概率 有60%以上吧 这波想动 但是LF是五人在下 因为这波抓的是一个圣气楼 是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资源 得去看一下的 夜元火没动 大招起手 这波找到后排 顺步反推 加钳子 反手清晰大招刷爆 但是可能人要捐 是的 或者是也给到了轻击 他这个大招也没想跑了 是打伤害的一个大招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局势 LF这边确实掌握了赛仙的进攻 是的 并且的话 White这边有点难受啊 他每一波的一个支援动向 或者说是转线动向 都被LF抓到了 下半野区被抓了一波 现在在中路往下转的时候 又被抓了一波 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连环的节奏 让他的自愈和顺步的CD 持续的是在转的 没错 不过好在这一波 虽然说阵亡了千级 但是盛气楼还没丢 没错 这一波还是有机会 可以先动盛气楼这边的视野的 而LF这边的话 把下路双人组已经换回来了 这条盛气楼势在必得 不能重蹈之前的一个惨剧啊 是的 而且上下线换回来过后 在正常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阎波因为下路 其实没做到任何的限制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舒服 可以打一个二人线的 目前的经济来说的话 因为静云在上路是吃掉一层塔皮 只要单吃一波线 所以他经济稍微是要比叶兰高一点 阎波这边也继续补一下自己的经济啊 跳妹没有经济和一个等级的话 入场还是比较困难的 没错 我们看一下中路这一波的话 因为叶木子已经到六了 解放出来过后 上路线基本上是要交给跳妹去吃了 这局真的太稳了 其实在夜远火跟升旗楼都已经刷了有一会儿的情况下 LF跟LNGM都没有下死手去动 是生怕出事 因为两边的阵容都是有那种大合点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 应该是没什么俗事发生 在两边都有大合的情况下 一旦你让核心点拿到人头的话 后期滚雪球的速度是会很快的 是的 所以打得很谨慎啊 不过这波升旗楼也拖到了六分钟 第一时间LF也没有主动动吧 还是想去拉一个视野叉 这波的话把视野占死了 应该毕竟 完全应该是想直接用一个上塔去换一个升旗楼了 这波他赶不过来 这波的话升旗楼是LF不费推荥之力 直接拿了下来 是的 但这波毕竟是一个跳跳妹妹的单单 他对防御塔的一个叉塔速度还是相当慢的 没有办法把这还有两格血量的防御塔直接拆掉 那这样一来的话 LF这一套其实终也非常好联动的组合 目前是起到了前期该有的成效的 经济也是领先到了大概600块钱 是的 目前来看的话 跳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上路塔尽量快速拆了 因为升旗楼第一个已经丢了情况下 对于炎幕而言 其实是很舒服的利好消息 其实完全在怕什么 就是这段时间 他必须把经济刷到跟扣的同一梯级 或者是比扣的高一些 否则扣的马上要进入到单代期了 不然就跟他就没法带了 这会儿还是动不起来啊 7分钟内一个时间只出了一个人头 而且还是单抓出的 LNGM这个阵容的话 因为有一个云外境在 所以这个时间点更好的 还是说我5个人站在一起 去跟你正面地打一个团战 没错 不过没有爆发特别多的人头 所以导致于经济来说的话 李宁其实要的还比较死 只有1000块钱左右的优势 来说的话 李宁是能接受的 而且因为前面也说的 金鱼是单吃了上路的一层塔皮的 所以说她的经济 目前来说还没有比叶兰迪 是的 其实最近卸击没有那么受欢迎的原因 是很多队伍看到有卸击的话 我要么带个改 要么直接带服出 而且想要开C位的话 是有一点难度的 大刀新手 大顺反飞 前处 C位一给到 再加上一个黄角之海 但是还好后手黑镜是拉住了 所以说这波千鸡没有什么威胁 反观侧意的 Avenger再进场就怕是来不及了 我感觉今天White似乎有一点紧张 就跟平常他的状态不太一样 刚才大招二段过去也是炫空了 是的 感觉 可能我们前面也说了 虽然说NGM是时隔897点 但是对于场上的五名选招 他们是第一次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露面 虽然都是老将了 但是进决赛的场次的话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的 把手感卡回来就好 接下来重视台套 但是夜兰刚好开了 三技能的加速 所以导致于第一天的伤害并没有打满 是的 毕竟上路是一个云外镜 其实开放牌能力比较弱 想要去贴到研磨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靠跳跳妹妹 以及中路的千鸡去放大招去贴后排 是的 鲸鱼刚才也是出到了民动长风 目前来说一赚金已经有两件套 他还是要再给他一点空间 是的 鲸鱼这么早出民动长风 其实是做好了 就是待会我十分钟的这条舌团 包括说待会第二条的一个 盛气楼的团战 我一定要去打的 是的 看一下 目前来说的话 整体的节奏重心还是偏在下半区 因为还是想快速把这个残血的下路一塔给他拆了 放一铃 先开视野 这个塔可以放了 所以这边的话黑镜 拿到这边上的猫猫头 这一边的话给一个链子 魅惑敌心逼出了同事的大招 这波要走了 塔好像不是很好守了 是也没必要守了75点血的一个塔上路的话 两边还在单带 这一波的话我们是看到其实YMZ已经开到一个半血的猫猫头了 但是旁边的哈迪斯清击的这个大招 包括说链子给的很好 直接把LNGM这边全员劝退了 不敢上来动猫猫头 而且反观双方的打野虽然都在上路主要以清兵线为主 但是可以看到Code的经济确实要表达较高一点 而且整体节奏来说 目前的夜叉6100的经济 它的秒后拍能力是很快的 而且跳妹很快就会带不过一个夜叉了 是的 而且因为下路的伊塔在10分钟 来了小单抓 前座加黄泉之海 一技能一再一戳过后 文教虽然领域出发 加二技能跳拉开了 但是还好有顺步 这波的话也是依赖她是一个跳跳妹妹 确实位移的段数比较多 这波成功地逃脱了 这一波其实挺极限的 因为该交的技能连跳全交完了 是的 但是很谨慎 一个二技能是躲掉了对方 扣的一个追击 然后一个顺步是躲掉了 小伟砸下来那一下的控制 对 再加上黄泉之海出发的时候 其实鲤鱼还多扛了一下 几个细节让她回下 但是这一波其实他们是有机会 第一时间来下路 动第二个盛棋楼的 是的 扣的这会儿 还在上半野区 马上往这边赶 那这个盛棋楼的话 似乎LF也不急着去真 想要去拆一下中 这波小伟手里 是没有大招的 过来看一下视野的 没错 对LF来说 我的一个阵容 切入能力很强 只要不让你拿到三圣七楼 我的阵容都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来说 感觉LF打得真的是密不透风 就是有一种 扼住了你的喉搏的感觉 就是没有给你任何的节奏点 你想找的人 基本上第一时间 是不太能扫成击杀的 是的 LNGM的话也不着急吧 再让鱼这边去发育一下 是的 目前来说的话 经济在一卡推完的情况下 拉开了一千多 接近两千左右的经济优势 LF现在的话 目前已经可以慢慢地 把节奏往蛇这边拖了 看一下大蛇这边 整体的视野LF 已经是全员往中上段转了 好稳啊 现在十一分半的时间 仅仅输了一个人头 经济差 拉开到了两千块 LF还是占尽了优势的 打着其手 又是看到了 但是有点远了 对 而且第一时间是看到 LNGM人全都在上半区的 第一时间忙不开的话 LF这边可能会吃亏 LNGM这段时间 最吃亏的一个点 并不是说在于 我被拿了什么资源 或者什么防御塔 而是他们为了不空 视野太过于集中了 去找发育的人 只有一个人 LF这边不一样 大家都是各自在找发育的 所以慢慢利用冰线的一个 吃冰线的优势 也是掌握到了 接近两千块钱的经济优势了 而且可以看到 上路的这个塔 其实LF这个塔机房 就是摸一下就掉了 在何就是冰线过不去 这让LNGM很难去做到 一个塔上面的平衡 导致于现在 LNGM现在没有任一条路 是有冰线优势 他们都是被迫去防守 跟着LF进行转线的 没办法 LNGM的这个阵容选择 就决定了 他们需要去打一个五人团战 而在单代能力上面的话 是比较弱的 不管是上路 还是打野 没有人可以跟Code去带 但他要知道 现在炎魔的经济 是有机会 可以配合亲机 瞬间落蛇的 是的 两边其实落蛇的速度 都挺快的 一边有炎魔 一边有预转金 所以视野肯定是要看好的 目前来说的话 燕木子现在承担的作用 就是看这个大蛇视野 但是因为 他一直是绝食 他的经济已经比小伟 低了一千了 是的 这边的话 谢姬也是 两次大招都没有摇出来 因为确实没有太好的机会 就找到对方 两人GM的身位 藏得很谨慎 千击第四剑 就把水野无相掏 真的就是 存活的压力 确实是有点大 这局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抓white 就谁都没管 对 感觉米洲 是不是在赛前 说了什么垃圾话 被针对着他吧 被针对了 对 不过这个时间点 因为把上路视野 避完过后 F选择了主动 先摸蛇 假蛇视野先给 这一波 MGM也不能急 千击平步大招 先断一下 河道位视野过后 F也是直接走了 护召了一下大招 那应该还是要 继续拖的 扫视野 小伟这位置被找到 黑金一推 黑金拉回来 能秒吗 有点肉啊 有炫度 刚才盾海抵了一波伤害 但是瑕疵狗吞 而且小伟自身 还是有大招的 这波并不是很慌 这波的话 因为燕不子 没有大招了 这波感觉 NJ需要把视野 稍微往回拉一下 上塔呀 还是拆不掉 强行点 没有兵剑了 300点 血量还是有点多的 目前来说 通过这三波 转线的节奏 夜兰的经济 已经来到了第一梯队了 超越了金鱼的预装金了 是的 这个研磨 真的没有太多的办法 去处理 而且在 White这边 也是努力地在吃了 吃到了7.7K 但是对后排的 一个威胁力 没有那么大 我个好消息就是 伴随着上路的一塔 被推掉过后 经济算是拉回到 就1000块钱左右的 是的 而且节奏也稳下来了 LF这边 也分派了不少的人力 一直在上漫野区 蹲视野 这个时间的话 给到了LMGM的 打野 以及下路发育的时间 我跳妹 现在的经济 是比较高的 没错 因为她一直是在 吃下半区的线和资源的 刷了很多 对 第三个圣旗楼 要争一下了 感觉 方方都得争 对 但是可能两边 不会太着急 因为毕竟 圣旗楼这个团战 要是没打好的话 蛇会跟着一起 尝试摸一下 但是人第一线是不在这边的 反而是小伟这边看到了视野 夜兰开始三技能加速 反推找到二班杰 给个二技能承诺过后 再摸一 这波可能要拿 二班杰还是用降服 拿下了第三个圣旗楼 是的 从这边大招开一下 全体往后走 小伟没打到人 千基 反推 千基大招放在里面了 这波的话 二班杰很好的米洲 用顺步躲开 但是侧翼 哈里斯跟上一手顺步 两个链子给上过后 千基还是阵亡了 是的 感觉千基这波 队友的话应该是能走的 大招回去之后 再隔墙交了一个顺 那个方向就走不掉了 可能是想着 当时夜叉在他身边 他想把夜叉的身位往后拉 是 这波不知道是米洲个人紧张 还是说沟通出现了失误 可能是米洲想开 然后队友想撤 出现了一些脱节的情况 但这个结果就是 米洲再次阵亡 虽然拿到了双圣旗楼 但是千基XF这边 还是有两个优势 而且旗子也没减 所以这波 圣气龙的优势 其实并不大 虫师的大招 也被F的路递姐骗了出来 这样就开蛇了 有五秒钟才复活 正面只能靠虫师 去看一下视野了 夜母子没技能 白镜强行开 这波要蛇抢 小伟拉了下来 后面见远程 找到这位的哈迪斯 血量满残 瑕碎口吨 保持不来生味 玩家二段跳 将顺步拉开给我反推 小伟催了三个人 这波金鱼的血量还行 又顺步拉开了 二技能cd了 两下加米诺长风伤 还好千姬有一个魅惑 保了一下后排声队 但是千姬这边 只能卖自己了 保住一个预转金 但是其他四个人 全部阵亡 并且大蛇 落入了LF的手里 这一波 给到了夜兰的四神呼应 是 太强了 这波夜兰的身位 找得很好 当然 李宁这边 大部分的目标 都在于抢蛇上面 没有人 再能去顾及到 一个夜兰的位置了 这波打完的话 只有预转金的话 看一下 这高地只能给 这高地只能给 金娃这边 一四秒钟 YMZ也快复活了 一波倒不至于 可以等一下 中路的高地 给了过后 看一下下路 存积的蛇线怎么说吧 之前来说的话 这个 下路感觉 避掉至少一座了呀 对 这个局势压力其实挺大 虽然说扣得在上半区 但是正面来说 炎魔已经成型了 这个地形战 其实对炎魔很舒服的 他是一点都不害怕 你比以前强开团的 哎 下塔已经 你岂岂可危了 没多少血量了 好在炎魔开大的时候 他是没关系点塔 是是 再来一波兵线的话 这个塔应该是要剪掉了 强行白金要去找人 哎 这波找到了 叶蓝很关键 把我都很灵性的 一个吞加胜步 拉开扣 叶蓝的撞得还可以 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所以的话 链子也是解打断了 是的 上路这边的话 扣的也是把线给拉过来了 小龙一手解共锤 把伤害全部解完过后 上路高地还能再摸 感觉没有一路是守得住的呀 四面楚歌 是 上下高地感觉都保不住了 上路这一波兵线 也可以再运营一下 这个上路塔也是残血塔了 还行 扣着因为没有解共锤 所以说没有逼得特别的凶 等一下队友 上路还有一波兵线 可以带过来 只能说 LGM今天的一个节奏的话 打的是放缓了的 但是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方送资源的时候 你的一个人数上面 会有一个劣势 还有一点就是 预赚金的一个 切入能力 还是会比颜默要卖 来了 小尾大招打开 这一波上路线 平坏过去过后 RGM这边其实就很难防守 要赶紧把线清了 其实感觉还是那个问题 您第一局 确实 有点紧张了 对 就是都不是有点紧张 是有一点点迷失自我了 确实 就感觉 这三分钟吧 就从打完蛇购 这三分钟的时间 就像是天崩地裂了 就一瞬间 经济差拉开了7000的经济了 李宁以前在打烈士局上面 也不是很擅长 这波 还好推回来的水 完全 解攻水学家 叶姆子的黑金大招 留出后排的人过后 保住队友的全员撤退 天亮了 上路的高地 算是勉强的保存了下来 但是源源不断的 中下的超级兵 现在对于安剑有点头疼 倾线来说的话 可以让预赚金 但是正面站的少力 预赚金输出又不够了 嗯 千机在侧面赶人 打招反推 还好千机侧翼 是有胸部拉开了 但是高地塔没了 正面战场哈迪斯 这边其实是喷得很爽的 完全被练住的 要回家的 是 所以再给一个重拾的台 但是大赢的血量 3000 1000 恭喜安副 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他们 目前比分1比0 这局其实 打得其实挺压抑的 是的 就没有给 而且特别多的空隙 让你去刷落单 而且在整体的 胸利资源 包括视野的把控当中 比您从整个 10分钟开始 就一直是跟着 F的视野 在一直转线 但是转线 刚才说到 只有预赚金 在吃经济 其他人其实算是 半绝食的一个状态 一直是在跑图 但是跑图 并没有打起 一个团战过后 导致于他们 没有人头的经济优势 加上推塔 其实推得很艰难 上路的那个 只有一百血的塔 硬生生是 手到接近15分钟 才把上路一塔推掉 其实时间很久了 反光 F推下塔 其实很坚决 两波强行的 五人团战 直接就把下塔给推到了 并且的话 为了拆LF的一个城市 加上炎魔的组合 其实LNGM 自己的阵容 选的是有点碎的 互相之间的配合 看似是一个 大后期 5V5的团战阵容 但是其实 处理炎魔的点 是几乎没有的 而且米洲的话 被连抓三次嘛 我记得它是一个 0-3的开局 所以它整体的经济 或者说对后排的 这个威胁 是比较小的 开局也说了 因为双方 其实在中路 都算是需要 有一定献权优的 现在可以看到 夜叉这边 在三级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选择 先来的中路解线 而不是选择 先去蒸达木蛋的 导致于在 线级上面千级 从三级开始 它其实就 过得不太舒服 再加上双方的中路 都去镜像线 解线的时候 可以看到猫猫头很坏 它卡在个一塔后草 一直是挂着轻石 就是不让你千级上线 导致于米洲 很难受 在四级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给到 叶木子很大帮助 反观其实哈迪斯 在上路 是帮小伟 捡了三波线 导致于整体 在兵线上面的优势 来看 RF确实在前半段 就稍微的 优于安基这边了 没错 我们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赛后数据 这局其实打的时间很长 19分钟 决出了胜负 输出最高的是 哈迪斯的 请击 6万5的伤害 碾压值的一个伤害 对 最关键是 这局 悠悠的伤害 打得高 而且最关键 所有的点 不在他身上 关注的重心 不在他身上 大家都想着 怎么去秒炎魔了 没有人去管了哈迪斯 并且的话 哈迪斯这边 从前期就一直参团 他的参团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一下 小局MVP 这局 安基感觉打的 确实是 有那么一点点的 小小的压抑了 是的 这局的MVP的话 待会看一下 会不会给到哈迪斯吧 我觉得他这局 确实整体的一个打法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对 这局 夜兰保得也很舒服 看一下 给到了夜兰 给到了夜兰的炎魔 4-0-0的 KD参战率 67% 上二战率26% 上二战率294.9 这局确实 夜兰的炎魔的 这个光柱啊 太高了 就导致于 其实清击原本 应该算是 前半段的 这个团战的 对主星骨 反而是 一直是炎魔的 注意力更高一点了 是的 现在他的团战能力 包括兑现能力 都太强了 上面是看一下 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小区的比赛 L1GEM这边有先选拳 选择先手方之后 他们的BP 应该能够 占到一些优势了 比如说 苏伊哥的 领域最终的方式 先扳掉的天井架 打F反手 还是拳 肯定是做死扳位 下不来了 对 我觉得有些队伍 他特别好 就不投体 像 ODG就不投体 LF也不投体 你什么厉害 我就提早 把你给扳了 给自己 不制造矛盾 对 不制造这种 过多的压力 反观 李宁这边的话 二手位 就扳掉了 阎魔 林茂也是在 后手位 依旧扩死班位 看第三班 怎么班吧 是的 看一下 很想 千基这个点的话 也是需要考虑 要不要上到班位的 反而是 清击 如果在辅助位 候选的情况下 清击是不太敢出的 因为现在 加强了的 一幕连 是能够 很好的克制到 是 你看这一手 大约完 其实感觉 李宁是想要的 你看这一手 能不能拿到呀 还有善意 对 善意这个点 是李宁这边 可能会去做一个班位的 毕竟他们的一个 善意的出场率 并没有那么高 最关键是 你搬善意 如果不投铁 他也把大约完给他搬了 就不给你 没有可能不搬 因为大约完 削了几波之后的话 目前的刷野速度 没有那么快了 在前中期的统治里 有所下降 加上一局 其实扣的是 用个夜叉 其实整体的节奏 戴的也是很好 没错 所以说大约完这个点 在LF这里 反而不是很怕拿出来 对 那李宁这边的话 因为这局 作为先手方 自己是扳掉了 研磨的嘛 所以他们先手 就不用考虑 重施这些 诗成搭配 是的 看一下这首 大约完到底扳不扳 还有一首 其实迷豆子 也在场上了 这局放出来了 豆子 匣子 豆子 匣子 都在重施 其实也在 但是没必要 一手拿重施 对 因为你没有研磨 我想你可以看到 上一局 研磨加重施的关键点 更多的还是在 研磨身上 研磨的心机起来过后 确实很难去克制它 你豆子一手 先抢下来了 还是想让开团点上 稍微舒服一点 其实刚才这局 小尾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但是他的泻鸡在中期 找节奏的能力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 因为确实现在的泻鸡 一个是会被浮出 解掉他的单点控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手长 很容易被对方的 一个位移给躲掉 没错 来 和两手是天机加匣子 上一局匣子 其实挺重要的 几次 尤其在下路上高地那一波 其实烟幕子开得很好 已经开到了夜兰的烟幕 但是被灵性的一口增加 顺步拉开了 直接化解所有的危机 那LNGM这边的话 是怎么考虑的 看一下他们是要 以选代班 还是说抢自己 更加擅长的尸身 猪路已经出了 扁岸花这个点 可能李宁竟然会考虑一下 没选了 对 如果这手不选的话 后面没得拿了 你不拿这个 可能按米洲的性格 可能就是鬼使白这种 可能也要稍微考虑考虑 是的 哦 那这一手夜叉跑出来了 抢一个 抢一个 也算是一个一选代班 而且在完全的手里 夜叉也挺秀的 是的 这一手中路要不要出了吧 还出的妖狐 有点怕LF这边选一个妖狐 加上瑕疵的快攻体系 是的 但是说实话 LF这边还有二口女跟铁鼠 是可以选用的 所以说快攻想要打的话 依然打得起来 毕竟二口女和铁鼠 在当前的519版本 都是有过一波加强的 没错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把 妖狐好用的辅助给他拆一拆了 嗯 山兔 对 把山兔之类的给他摁掉 提速的可能是刚才说的 还有像银木莲这种 也可以稍微的摁一下 嗯 没怎么用 对 都没有选择去选用 特别是LF的元节神体系 之前玩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今天的话似乎 更香的匣子一直放在场上 所以也是没有元节神去出场的机会 没错 现在对LF而言他们 要么就针对一下 然而要么就是把中路一些好用的 万金油搬了 是 中路是可以搬一些 因为选了妖狐了 看你组成一个强势的中系体系 因为确实现在的射手 加上打野 LNGM这边选的是挺凶的 前三首都是有一个进攻节奏在的 那你这首是不是小秀搬完 还得把一反也摁了 小秀搬完 看一下 扣的这边还有什么比较好用的点啊 其实 你这首搬完我就感觉 一反是 你一反就可以考虑考虑了 可以考虑一下的 反过F这边如果要狠狠心 就把你比较花给搬了 嗯 你就阵地战也必须打拉扯了 看一下他们比较怕快攻还是 反安娜 还是怕对方打一个快攻体系 因为LNGM第一小局 打的那个阵容太拖了 没有起到成效 所以这局很有可能直接转性 是 看一下 窃击 放了个一反出来 但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一反也不用很急着去抢 因为位置其实还有 先拿一外镜 很稳 很稳啊 云外镜配合上千机的一个 安全进场组合 开脱能力还是挺强的 LNGM这边的话 目前还有辅助位以及中路的位置 没有选出来 其实中路的话 像刚刚说到的一个比安花 也是可以选的 但如果他们想打一个快节奏的话 像石榴鼓啊 这些点也是在场上的 所以说 LNGM不管想打哪套阵容 现在一个选位还是比较宽裕的 是 比安花 坐实了 比安花可以 比安花确实前面也说 总决赛舞台当中登场率是比较高的 没错 原杰神来了 小圆 终于出来了 这局的话既然选到了一个小圆 那其实央狐加上小圆的这个体系 在打线方面 其实也没有比二口女加上匣子厉害 还是要换线 反而是二口这边会更加强一点 是的 因为手上面确实要更长 而且最关键是 你这么拿的话 更多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差距 那么应该还是要换线打快攻 打压制 至少要先把塔推了 上一局主要可以 就是塔推太慢了 明明是换线 双方同时换线 并且前期是占了优势的情况下 塔没推掉 这其实对于后续的节奏的平铺 是很大影响 这一首F 打一位的考虑确实是 需要思考一下 因为有了一首袁杰臣 有一个免控在 就这个确实是比较尴尬的点 是的 对面虽然说双C 特别是妖狐这个点 还是有切的机会的 但是一旦说 被袁杰臣的这个解控给到的话 跳胃 跳胃 一段不行 我来两段 没错 你有丈量级 我有过墙梯 就你可以有一个免控 你不能把把都有免控吧 两边的阵容 有一点点互相交换了的意思 因为LF这局的话 选到的上中野三路 其实整个节奏都是比较偏团战 偏中后期的 只有夜兰这个点 她的一个对线能力还强一些 没错 目前来看的话 RG这一把 其实阵容其实拿得挺扎实的 前中期的话 夜台加妖狐是可以平替打开一个快攻推塔压视野节奏 然后中后的话 其实妖狐真的大后期输出其实也很高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元杰神的快速转线 加彼岸花的大招分割战场的一个容错率 团战看觉是美国化的 只要打起来这个团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既然有一个元杰神加上夜叉的一个单代的话 对于LNGM来说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一个转线 而完全自己的一个换线转线的直觉是非常灵敏的 在配合上一个元杰神之后 他们是有机会在兵线上面取得不小的优势的 反观RV这边可能对于中期的爆发来了更加迅猛 一个前击加二口的pose消耗过 配合跳舞的切后白 已经余外镜的白镜也好 或黑镜的一个拉阵型 其实对于后期整体来说 输出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但是中期的这个爆发 安杰要想着怎么去稍微的拉扯一下空间 好像是就是两边的输出都不是特别后期大合 但是呢两边的一个肉度也都还可以 所以如果拖到后期的话 可能一个团战是需要拉扯比较长的时间的 最关键是上一局 RF先拿下一分过后 不知道现在李宁的状态 心态调整怎么样 因为上一局其实确实打得很压抑 因为感觉就是安杰有几次都想去利用跳妹 拉了一个扣得的视野 想正面开一个团 或者说在重力资源当中打一个小规模团战 或者一个人头互换 是的 RF没有给你机会 RF一直是在拉扯你的空间 保持一个很安全的距离 过后让NG其实是没有机会摸到它 就感觉力气打在了棉花上 而且除了最后的那波蛇团 是LNGM这边是被零换4了 除此之外所有的人头都是通过单抓来的 就LNGM这边有单走的一个情况比较多 让LF成功地抓住机会 这个其实在决赛的场 一个场次上面能够展现出来 我觉得还是比较意外 比较少见的 对 而且看一下他们前几天的上一周的对决吧 可以发现今天确实感觉 令您的精神压力确实是有一点点大 就是从整体不论说是选手来到场馆 或者说是从BP 包括说整体打的节奏来看 感觉确实是不同以往 就是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嘛 他们之前打OMG打阿瑟比赛 其实都是抱着我可能直接这把打完就要走的一个心态的 可能就放假了 是的 我就放假了 但是今天真正来到决赛之后 反而对他们来说这个上压力上上来了 对对 这个束缚确实是因为越到最高的这个巅峰对决的时候 就越容易出现就是自己给自己上面的精神压力 没错 其实如果真的按照训练赛的一个胜负情况的话 李宁这边绝对是有机会去战胜到LF的 对 不说最终结果如何 至少在对局当中应该是有相互博弈的 没错 而不是说像上局单方面被对方整体的节奏牵着走 这个确实是感觉上一局李宁是 没有了自己的主动性 反而是被动的接团 这一局整体阵容来看的话 比上一局选的是要有一定的容错 包括说扎实很多 不像上一局前三手选的个中期可能打得很猛 是的 为了后续说万一中期没打过 补了两个看似容错率比较高的后期的发力点 但这一局来说就某足的劲 打自己的有夜叉有妖狐 就打前中节奏平T然后拉视野 是有机会在这一局拿到关键的优势的 没错 诶 熊威在干什么 熊威开始搞怪起来了 这个可能确实是因为熊威吧 不愧是他 身体 这个确实是 可以看到刚才在上镜头可以发现他身体很娇小 他那个首发名单出来的时候 是 他相对于其他队员也感觉他的身体有点娇小 还是家庭地位嘛 地地的地 很娇羞 好 目前已经来到F队战安静的第二局 究竟是李宁最后一分 还是M先拿到2比0 我们是未来 我们是本章节飞报 大家好 我是苍竹 微信搜索金小店同学小城市京东电器旗下 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即可抽取iPhone 其实更有大程式地等你来站 感谢我们的三世行业合作 伙伴金小店同学对本中标决连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R选手同款队服和相关周边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队服的玩家都有概率 获得选手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可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陆失控像素小程序进行了解 看一下双方的分路情况 还是逸林先开视野 对 应该也是非常默契地进行了一波镜像的换线吧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都发现在这个赛季来说 后段的对于换线老神堂堂了 大家都觉得换线快速推打 能够起节奏更快一点 是 其实这个换线的本质在于什么 换线的本质就在于说 其实对自己的一个打野节奏是有自信的 就是我必须把双人路 那一路的一个中立资源拿到 如果双人路在下路的话 我就要去拿一个夜远火 去拿一个石区或者说圣骑楼之类的资源 那在上面野区的话 就得去拿一个夜远火资源 这局依旧刷了还是个升级楼 我回来中了一下 跳的位置 我是很稳 要走一下了 是 而且扣的这边 毕竟是淋于跳妹嘛 前中期的这个肉度也好 伤害也好 都是有的 这一波消耗 而是伤敌800 自损1000了 这个状态上达摩蛋 看哈迪斯要不要去骚扰一下 他只是去解线 那这波的话达摩蛋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啊 两边又是镜像的由中路来到自己的上路去进行一个解线 但因为辅助是一个明天神 这哪怕看到了哈迪斯来也不能说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去限制他上线的速度 我整体来说的话解线情况两边都差不多 塔皮上面可能下路拆的要更快一点 马上第一层塔皮要吃掉了 神星赶紧把切保了 叶兰这边真的算是以一己之力在季后赛把二口女的一个胜率 包括出场率嘎嘎往上提啊 是的 主要叶兰对于这种位移技能很多的设立神器用的都很好 是的 妖狐啊二口这些其实原来他都是在资设赛场中的 稍微去解一下线 那两边的一个打野节奏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挺定向的 Code这局毕竟玩到的是一个跳跳妹妹 他想要在前几集抓到人的话 还是要依赖线上得打起架来 没错 这一局双方在前几分钟过渡的都比较平稳 也比较保守吧 还是比较稳 还是要看中期的第一个中立资源的阵子 因为马上烟火就要刷了 是的 上路的线解的还可以 而且可以看到两边是做了不同的换线准备 叶姆斯已经是中路顶线了 这个位置只能说妖狐加上小圆 被直接顶着线打到自己塔下的话是有点难受的 并且妖狐的这套快攻 目前好像是对方的一个上塔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进攻的 这个是有一点亏的 摸不着 这真的就是真摸不着 因为他配的是个圆杰神 圆杰神现在在线上遇到千击这种 真的是没有任何脾气 嗯 你只能往后走 他欺负短手的话作战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波蹲了很久啊 但是LNGM也是很清楚 这边一定是有人的 小圆始终没有往这个位置走 对 看到叶姆斯的把线都快顶到人家塔前了 都没有人露头 这个位置肯定是有埋伏 是 这会儿让White在下路进行一个单吃 YMZ的话已经换到中线了 这波的话 斗子也到6了 Alvenger也到6 双6的情况下 看这波要动哪一个中立资源 是动圣石楼还是动烟运火了 后的这边 先开到了叶姆斯的视野 开三技能 跳一段过后 一等给一下的话 伤害不是特别高 现在主要是想把李宁的人 困在中上半段 不让他们往下走 是的 现在LF全员都在尽力地 把LNGM的状态给打岔 只要你状态打岔了 你这波团战就来不了 White这个位置也是被对方 直接用大招技能 压到半学以下的血量 这个盛起楼夜叉在上半学 应该就没什么生的机会了 没错 应该是要进行一波互换了 这上一局 其实两边都有切肉的能力 而且都不错 但是这一局 两边的射手位 其实处理肉的能力 都比较弱了 所以这个盛起楼的归属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波团战是有计可行的 从三分钟 Avenger那一波过来抓人 其实扣的底线是在中的情况下 那一波消耗过 导致于本身夜叉 如果是完美地消耗完天机 过天机是不能连动往上走的 那么节奏就是主于Avenger这边 但是因为扣的那波解线很及时 导致于现在夜叉的节奏 是被拉回来了 不过对于LNGM来说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了 互换一个资源 他们就是想打一个夜变火的快攻 并且现在经济方面的话 两边也是持平的 小圆 这波拉人 只是拉一个射手 对主要还是想 因为上塔已经拆掉了 用夜变火弥补了前期节奏 被制慢的情况 亚来妖狐还是要快速的 把下路塔皮再吃掉 猫猫头坏得很 想干嘛 炸一下 还好 他没换降服 那这波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可以抢 主要这波他那个平A出来的动作 有点害怕 伤害不够 对他炸了最后57厘血 我倒是慌了一下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拿完了下达木杆视野过后 这波F想要去往下打 压力的话 不是很好动手了 再加上上塔推完 然后后的现在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上路的线和中路的情况视野 是的 这个时间点 夜蓝那个作战能力还是挺强的 他的第一个天之马肯定是已经做出来了 那这会儿的基础伤害 又是在519版本进行了一波加强之后的话 二口女的强度还是很不错的 再跳 现在比较个大招 咋样伤害吧 现在伤害如果吃太多好 F是可以拯选的月塔 对 要适合拆下场了 白金一开得往后走 三个停牌状态有点残 特别这边的话 可能敌心要找燕姆子为货 跨青石平A A出来了 这一下伤害很高 直接拿下初日级给到了哈利兹 这波虽然是一个四打四 但是第一时间的话 呃 呃 少一个 Fight这边赶过来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 其次的话 LF这边是有一个白金大招在的 而LF直接被一个白三拉到三个人 在塔下站成一条线 直接是让夜蓝这边的输出打满了 再加上后续刚才 最关键还有一个哈利斯千击的魅惑 嗯 但今天开完刚好 最下平A跟出来挂青石了 是的 LF的一个进场位置是在侧面 他想留人的话也比较困难啊 那这波拿到初始之一 但是好在下塔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损失 经济的话 目前来说创发还是属于持平状态 虽然说阵亡的一个烟幕子 但因为前面有一个上塔的优势 所以经济没有亏 在接下来推塔还是要加快啊 是的 今天的李宁跟 最后赛其他几局的李宁都不太一样啊 他们的一个节奏一下子就稳了下来 但是反而会让掉一些自己该拿的资源和一些经济 感觉稳的不太正常 对有点太稳了 甚至说White他这边的初装都回归到以前的那种 就是我的一个学悦无相可能很早就做出来了 看一下 接下来上路线其实有流是他 完整的绒法兵线处理吧 马上第二个烟火要杀了 第一个盛起楼是算是白给LF的 第二个要稍微争一下吧 但是好消息是现在 完整的一个单代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背景是一个夜叉 两边的打野在这两局进行了一个互换之后 我们也是很明显的看到夜叉的这个单代能力 确实是跳跳妹妹没有办法去匹集的 没错 这一局的话其实扣得并没有做过多的去一打一个 他更多就是一直在队友身边 对 毕竟跳妹还是一个偏完战的诗神嘛 没错 这个时间点夜获已经刷 而且盛起楼也刷了 先看视野 下路的视野包抄两边其实都是有想象的 好像这台顶部 被挡了一下 嗯 这个位置扣的是有意往前走一步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吃了一个夜叉大招过后 上来都还可以 LF这波要往后进行 进行一波逼定了 阿迪斯这个大招铺在这边 LF不敢往前走了 把人全部赶走之后 这波达木蛋 达木蛋 其实也不好说 对 先把达木蛋视野拿了 有一只扯加速 其实 而且侧翼夜叉的声位是被卡住 跟队友是脱节的 看一下这个大招 还好比较分摊伤害啊 大家的血量都没有压得很低 这得亏是因为有一个冤阶神 就夜母子现在回去 他可以省一个神型 趁这个时间点 可以看到夜叉在偷偷的摸圣气楼 再逼这个视野 第一时间的话 咱们的视野是看不到 但是猫不头很有经验的放了一个逸琳 对 逸琳看到了他在打圣气楼啊 那这波的话 胜步 还好 没大到 还好第一次验的话 迷豆子平铺加黄军挖进分割战场 妖狐的声位很完美 但侧翼这边的话 米周耀交出瞬步往后走 仓华潮的夜母子 三技能加二技能回拉 加一技能 还是被跳跳的妹妹收下了 两边打了一个零换一啊 而且 雷翼这边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得回一下 艾尔夫感觉欲战欲勇 还想继续打的 这个塔要强逼一下血量 是的 这样逼出了小元的大招过后 艾尔夫就此做吧 上路的兵线还没有到塔前 所以说没有特别大的威胁 还不需要撤回去 对 哈迪斯这边已经没蓝了 那这一步胜球也不好动 所以这边的话再进场位置 找到正面战场的金歪 被扣的三下只也牵死 侧眼完全也是被回拉二阶子中的 扯不拉开 下来之后没收掉啊 瑕疵一个蹲 保住残血了扣的没死 但是小伟要卖在这了 是的 捐掉云外进口后 李宁选择深追吗 感觉这一波其实 回来拿圣起龙是最稳的 逼开深位就行了 这条圣起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再不拿的话 自己的一个阵容 天用能力是很弱的 会被对方拿到三圣起龙 那好在这个圣起龙是付出了 那目前拿下来之后的话 圣起龙也是持平了 还好第一次也没有上头 清醒回来了 不然的话这波团如果再拉扯一下 可能胜负又难料了 是的 其实这波拉扯团最开始的时候 猫龙头做的特别好 他的一个二技能的链子 是练到了一个 迷豆子的 迷豆子当时就把顺步给交了 使得他在后期的一个团战 一直没有这个顺步 最后也是没有从这波团战里面 成为了撤退 大家可以看到扣着的跳妹 真的是欲战欲勇 他就一直是顶着旁边叶叉 加上叶木子的身位 是的 而且每一波刷盾进场 都实际把握得非常的好 都能挡掉一些关键性的输出 不得不说扣的 还是很老道 技术真的是过硬 就是一个士神他不会 他真的就是练 他就是我一把不行 我练一百把 我就是要把这个士神练到 特别精细为止 是的 这样的话 虽然说给到李宁第二个升级楼 但是上打木蛋视野 还是给到F 那么大蛇这个位置 F是可以稍微去炸视野 但是因为现在 完全带线还是有优势的 他现在带线 跳妹虽然经济同等 但是带线灵活度 还是夜差更高一点 是的 并且的话 跳妹这边想打人就亲不了兵嘛 想亲兵就打不了人 二选一 完全这边就不用带线 我既可以打人也可以亲兵 还能跳 再中 给手面控 两边的中塔 这一局都是 没有太多的一个进攻欲望的 毕竟一边是天机 一边是彼岸花 保存的都比较好 并且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扣在这边的橱桩 其实跟 完全上一局也是一样的 曼东林已经出完之后 也是选择直接补肉了 对 感觉现在跳妹更多的 还是一个半肉橱桩的一局 跳妹这个士神 你要说他伤害特别爆炸嘛 其实也没有 但是 他是特朴 对 他就是一点一点蹭你 然后打拉扯 他能打很久的拉扯 因为他自身的技能的机制放在那 他打后排的速度 是还可以的 对 但是拉扯前排 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这块的话 兵线方面 RGM是占尽了优势的 但是他们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视野一定要铺好啊 不能被抓单 目前来说 李宁这局比上局的优势 比较明显在于 他们上塔推得很快 再加上下路塔也是 他们先拔掉的情况下 他们是可以运营上下两路兵线的 是的 那这样就可以把圆街神的 转线节奏打起来了 是的 上下两路都有一个明显优势 那这条蛇的话 LF也不着急 只要让小伟在这个位置 把视野看好 其实我其他路是可以接受 再往后 说我跟你去打一个后期的 这源自于 叶兰是三个助攻 这要是叶兰三个人头 那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现在鲸鱼有一个人头入战 你可以看到他经济是比叶兰要高的 妖狐现在单铁的作战力和爆发 要比二口来的直接很多 对 他也是吃了很多的糖嘛 对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蛇估计也要拖比较久的时间 就看双方第一时间把兵线拉扯 还够谁先等不及了 因为对LF线台而言 他们只要把兵线运营 拖到叶兰装备拉扯 回一个正常线过后 正面接团 他们是可以利用声威去打一个拉扯的 是的 这一会儿是一个18级 已经完全全形了的 完全 那扣的 其实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基本上就是跟他对着轻轻线 是 扣的 这波兵撤完也到18级 两边打野 其实这一局 画面更多的 都是在带线上的 真正团战当中 可能夜叉的声威 就不是那么好去找到扣的 LNJAM其实现在不是很敢主动的去开一个团战 他们即使有一个圆街神 可以拉人的优势 但是LF整个阵容的话 团战能力还挺强的 这一波趁着夜幕子转的很残 逼出了 比安花的黄金花进攻后 侧翼只是交了小伟的一个白镜 是的 那这一波的血量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还白白的打掉了1M 对这一边一大管的雪条 早期的Avenger在等身位 不想第一天甩这个大招 要再跳一段 等着Code淋鱼突发 这个位置确实是很难接这个团 是的 主要他给一个 查师傅别挂了 他给跳妹甩大嘛 感觉十之无畏 气质可惜 是的 就没法甩这个大 但是第三个升级都还是成功的拖着着 看这个血量很残 2000天左右 要抢 还好Avenger很稳 先拿下来过后 黄剑之海也是全 这边的Code Code手里是没有淋鱼的 斩杂剑血量很残 小尾用神秘拖住 手不拉开 进场摸1过后 血量很残 一技能再戳一手 野塔现在可以疯狂地跳 再摸个皮 就可以再跳一段 给一手解控锤 不是狠急 鲸鱼这边的话 避开了夜兰身位 加一个21摸一手 血量很残的夜兰要走 有点危险 这个回拉的1技能 直接抬着炸死的夜兰过后 回拉的2又中到了Code 晕住了塔下最关键的 残血的哈迪斯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双C这个逃跑的路线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 他们往这个二塔下面跑的话 是必定被追到的 那这样一来 打了一个零换4之后 而且复活时间还很长 这蛇可以直接拿了 蛇可以拿了 只有一个小尾 只要紧接一下小尾就可以了 而且他这一手 荣爱电想要进场去降服的话 难度有点太大了 这波团其实第一时间 是因为在中期 把技能交差不多了 对 小尾手里是没技能的 而且说实话 LF这边有点宝队友心切了 对 一开始只有小尾一个人被留住了 如果其他人完全不管他 直接逃跑的话 可能就掉一个小尾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小尾活了 但是其他四个队友 全部都是阵亡了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中下两人 其实是有一点同步了 对 你钱我也钱 你后我也后 夜兰活活是被哈迪斯吃到的 这个扁花意见的炸道 给炸死了 而且哈迪斯跟夜兰 刚才那个所谓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上路卖自己的方向 对 所有的上路的选手 四神要卖自己 都往那个二塔的方向走 主好在于第一波 小尾还是换解掉 但是下路的塔的血量 是一千多血的话 等待着下一波兵线过来 下塔就会被吹掉 中路兵线 因为夜叉现在的经济很高 所以说他可以一直 控在高地的门口 是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 就是刚才这波团战 把经济给拉开了 之前一直是军式的 哈迪斯直接出大招清线 白晶 要顶 黄律全花军分路很关键 把车打回到高地门口 军线没打完呀 军线没清完两下 最后一个军 还是被二口的炸的 一瞬间炸掉了 是的 这边的话 比安花生物有点靠前了 自己血量很残 但是没关系 有缘结神可以补一波 再来 对 再来 那这个下塔肯定是要掉了 中路还在带 守的时间很久 中路线 尔班就一直在牵制着 看有没有人去守 这个燕木子 找对面的场 瑕疵有尊 保住了哈迪斯的身位 所以小北是被魅惑的 拉了三个人 给手出魂 平铺下来的燕木子的大招 是断了后排身位过后 强行的把下路高地拔掉 是的 今天精彩把这一手 袁杰神打得像一个开团式神 他的几波拉人 扣人 都是扣得非常的好 时间点到了 因为现在的话 已经来到了 袁杰神发力的时间 燕木子现在坦度也很高 所以这边的话 顶着兵线 黄金花精二个都好了 转路下来过后 顶着最后一波的神线 强行清完过后 中路的高地 还是没有被摸到 F侧翼的话 整体人还是撤到了大营的门口 是 中路的兵线是安全的清掉了 但是上路还有最后的两波兵线 存在一起来的 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处理吧 LF这边的话 大招 关键性的大招 中路的打跟上路的打 都已经好了 那这波兵线是有机会去处理的 这关键要注意 现在李宁不能急 因为哈迪斯手里受大招了 这个大招 很有可能会导致于 正面战场 关键人被击飞起来 是的 李宁千万不要着急 先平波 凡手拉三技能 往后走 拉住过后 黄金花精第三个 闪耀来天亮的一瞬间 瑕疵狗吞 保住后排身位 野兰撞得很大 但是回来二技能还是中到了 黄金之海也是找到正面猫头 一三一戳 先带走哈迪斯 再利用连跳 找到门口夜兰 在秦冰锦之前 击杀掉最关键的射手 拿到三大神级二半角 配合中路的兵线 有机会可以强取一波 是的 只有小伟一个人 根本守不住线 下路的兵线也很多 马上就要贴 要贴要贴 把小伟赶回秦冰锦 看着中路的超级兵强取 恭喜李宁 把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恭喜他们 他们用了一只 颜结绳的转线体系 确实是 在拿完大蛇过后 兵线上面给到了 F特别大的一个兵线压力 其实该说不说 这个圆结绳的大招 在这一局发挥的作用 并不是特别明显 对 但是有这个圆结绳的大招 摆在这儿 就使得LF正面 想要去开团的话 他们需要时刻警惕 圆结绳会拉人这一点 是的 并且的话 确实在下路的 那个盛气楼的团战 我们看到LF自己是出现了 一波比较大的失误的 分散了一个逃跑的站位 使得自己家四个人全部阵亡 那第一条大蛇的话 也是拱手让给了LNGM这边 对 主要从BP可以看是 其实在最后一首博弈当中 双方都有博弈 因为一边是考虑到 对方可能会出圆结绳 所以说打以为是放为了Counterweight 最后一首出道跳灭 确实也是在前期 是反了一个节奏差 三级的时候 是没有先摸大摸弹 是给到了中路很大的一个帮助 并且是把AV前期节奏 算是给打乱了 但是没有想到LF过后 夜叉整体的发育速度 借着夜游火 还是把节奏给起了过来 并且在中后的第三个升级楼 拖的时间的那两波团战 F的站位在中路是把技能交叉不落的情况 确实是被对方引到了一个深处 给到了AV很好对后排的威胁了 没错 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赛后数据 这局的话 虽然一射结束 但是时间还是来到了18分钟 输出最高的是 White的必然花66000的一个伤害 这局真的将功赎罪了吧 就是White这边的几波控制 包括说他的一个大招分割战场 做的是特别好的 没错 从整体的经济面板可以看出来 确实就是从一蛇 然后推完下高地 看到这个经济有一个 一度偏向原生界的一个方向走了 嗯 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MAP 给到谁 小局MAP 给到了Avenger的夜叉 4-0-4的KDA 参战率89% 伤害占比17% 伤害转位243.5% 乘伤占比14% 嗯 也看得出来 确实这局的话 不到打团 是不出人头的 对 完全一直在担待 但是他的人头和这个助攻 都是比较多的 我们也是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精彩回放 对 可能会想着说 要不要拿一句狸猫出来 因为确实虽然选择了谢姬 然后那句也赢了 但是目前的谢姬 在这个我们比赛的版本 强度还是没有像狸猫那么强度 强度也好 或者说真的是出场率很低啊 对 看下第三首期的考虑时间很久 翻掉了天井下 那现在的话 可能这两个软腐式人 重施比较吃对面的阵容 确实是可能说 哎我放了个狸猫 打虫狸 那对面选狸猫我选的虫狸 那真的还挺有效果的 但如果对方是一种比较拉扯 比较多的事实的一个阵容 那虫狸这一首目前来说 也没有一个持续的免控了嘛 作用会小很多啊 其实这首就看 你要不要搏了 因为他们在后手是能拿两个的情况下 嗯 狸猫打野丸 虫狸 包括匣子 因为之前的时候 其实在季后赛那几天 十六股也是没什么变动的 还是比较厉害 但是已经没有人选了 我最近打资质也确实是发现 可能这个视神还是有点不太稳定 呃 三技能的这个瞄点吧 就是不玩不知道 一玩吓一跳 对 我就很很不想让队友站在我的身边 我也不是故意把他们传走 那我瞄肯定是瞄我三技能二段的那个 远处敌人的那个位置 谁会看自己脚底下这个位置 对啊 然后队友被传过去我也很无奈 然后后来我就安慰自己说 没事传过去反正也有个盾 也 我也做了点好事 发挥了我的作用 就自我安慰其实做的都很好 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 确实后期现在比较刮杀 他打像目前的可能纯肉的鬼屎黑 这一类的事 都不用说什么蜜猫这种 对打纯肉的鬼屎黑都不一定有伤害 把大游玩搬了放了蜜猫出来 这样的话应该是一抢蜜猫了 刚才也提到虽然说重施是克制蜜猫的 但目前的话我们最近季后赛 一直打到今天决赛为止的 这个炎魔家重施的组合 已经被拆掉了 强度来看的话还是蜜猫最强 反手可能就是匣子这些 就要先给到李明这边了 这手的话目前 狸猫 因为上路 现在的话可能在上路这个位置 从既游赛条到现在 就还是狸猫和蜜豆子出场率 会高一点这两个式神 看一下李明的反手怎么选 目前来说 期待比向蜜豆子也在场 应该会考虑先从中路拿一个顺手的 前面两局的话可能 就光说百米洲这边的话 一局的千击加上一局比方 他都是追求这种球稳的式神 也比较符合他个人的定位 叶叉加匣子 这一手可能考虑到 豆子你不会在这一手拿上来 所以可以放到稍微后面一点再选 对第三手 或者说因为还有云外镜反正在外面 目前上路这个点实在不行 像季后赛也有什么黑冬子 石墨墨都有 就要看想不想拿一个上路偏强势一点的 抗压位的工具人了 虫狸家欲赚金 就虽然说虫狸家烟魔 确实是可能说是最好的组合 但是虫狸整体给到四手的一个辅佐 还是挺大的 对单体来说 对但今天的这个两局可能看到 确实匣子的画面也挺多 没错 然后像什么吃对面中了夜叉大招的队友 这些效果还是可能会确实是要比 如果说对面控制很少的话 要比虫狸的一个效果发挥的更好 第三手 蜜豆子直接拿了 小秀斑了 就一直可以看到这一局 这三局下来 一直是有在限制以后的一些节奏型的视线 标不斑了 那这样的话最后一手 上一局是有玩到跳妹的 这打一位目前其实剩的 就是要可能稍微要弱势一点点的 但中路这个位置如果还要搬就没有 又再没掉了 可能最多搬个轻机 想着说派自己线上的前期打不过 因为自己还是可以先拿的 里面这边 是 其实上一局当中我就想过他们可能在这会 会在达远上封锁掉里面的一反 但上一局其实没封锁一反 这样扣的也是没拿 拿的跳妹 这一局就要考虑一下了 在达远转金之后的话 搬掉了两个射雷尸神 现在是中路蓝蓝 想把射手作为一个 Cornoieren来考虑了 再能掏的射手 像如果是MGM 的话可能在 sailed unf boats 也能拿出来用 然后如果再按强度往前分一分的话 可能简娜罗目前来说确实不是很适合 就好像没有什么 就真的现在剩下来的 完全都差很多 可能求稳一点的话是清花瓷器 这样的话 其实你这手拉完Cosanna 那其实对阿富汗他们是完全可以拿向扁花这种 这种 他中路的选择反正就是牵击扁花 都可以 拿个扁花配黎毛反正已经是我们 最优解 对而且也是我们决赛经常见到的两个石神搭配了 再加上有一个预赚金的后期 就看这个打野位置的一个石神选择了 目前连一反面的扣的一反面都被扳掉了 再来一句跳妹 就上学其实跳妹在前半战节奏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后排威胁是有的 但是确实是整体阵容 才往后面打跳妹错误会无限的 最后一手 抛了一手白狼 有匣子的宝库 也想追求一些后期的输出环境 其实有点 因为对方这种刚才提到了 狸猫加扁花 其实看似就是团控很扎实 但如果说我的这个攻击距离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话 我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输出环境 所有的自信源自于他18级 而且也算是比较好打对方的这个上中野 因为目前的跳妹妹前两句也看到了 基本就是在打野刀之后 做一个曼头蜜精就已经转纯肉了 还是需要白狼的一些输出的 而且最关键还得看 这一局刷的终于资源是什么 目前来说两边阵容 其实都有一个偏为大后期的色类试神 阵容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F这边更扎实 偏向于一个后期 这一局可能唯一一个点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在上一当中 李宁是选择了夜叉加元节神两格 但是在带线方面会比较有注意的试神 那这局只有一个单夜叉 肯定挑面EV1带线的情况下带不过 和第一局的两边是一样的 但是就没有像元节神那么舒服了 在争夺比如说下路的圣气楼 你转线没有那么快 对的 至少在节奏上面 确实上一局 虽然说看到元节神拉人的画面不是很多 但是只要这个试神在场上面 你就是会给自己增加一个三分 他转线的可能性的机会 而且目前就抛开大招来说 在比赛服的版本的元节神前 就是光靠三个小技能的一个强度 也还是可以的 没错 然后就即使是大招没有对兵线进行处理 他队友残血了回家了 补给完之后再大招拉过来 也是比如说像上高地的那一波 就还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说这个试神 目前看到我自己的想可能用了一局之后 肯定就要被搬了 是的 目前已经来到F队长MGM的第三局 目前方方战争1离 我是本庄解说一梦 我是解说小球 微信搜索金小剑同学小人区 京东电器旗下最属达人生的3C潮流遍地 认证评论会员既可收取iPhone14 偷战场实习等级来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和友伴 金小剑同学对本偷造战略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后调选手同款队服与相关周边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有概率 获得选手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或者登陆失控像素小程序进行了解 看一下双方的分路情况 这局双方是目前来说是没有准备换线的 正常的一个对线情况 这局的话虽然说配了个匣子 但是预传金加重施前期的对线强度也还是挺厉害的 就是他伤害很高 但是白狼一级的作战力其实也不弱 正常对线的话 要看上线的卡线情况 因为这局就没有换线 你看就是让下路对上的 可以看到匣子这位置 第一时间是没有怎么消耗血量的 在目前的比赛服的版本 其实下路二人组感觉这个体验还是比较良好的 然后打自制现在下路二人组排到下路 哪一个位置现在都很头疼 就感觉好像没有自己也行 说实话 有的时候会变成对方中上野的体管机 就真的感觉存在感有点 好像不太需要 就前中期不太需要自己 到了后期还是会有作用的 所以要拖的时间太久了 看一下的话 因为下路第一时间是金鱼先上远 所以说他速升二了 这局又是一升级楼 四年三升级楼 然后也是两天的下路让狗狗选择直接来下路的 不过这局不同是方方打野第一天 是没有选择对双目进行进攻的 来了 抬手找到金鱼的血量 这个血量很残难 而且给他速魂 金鱼 这波速魂 这波速魂 有点没估到 嗯 他应该是没想着说对方平A出来后再叫声母 但是还是晚了一点 三一摸一手过后再跳一段 文哲这波得走的 对方四个人中也都在的 大大火弹这个位置 爆发人头有点快了 确实也是没想到最后这一下 应该是人间的被动 没捕好这个伤害 认为自己死不了 满金碎加多一 这个伤害就是 还是没交出来 都不知道了 对确实是 速魂也结束了 当时速魂是刚好结算了 这个位置确实是可能有点自信了 这种情况下的话 导致下半区的节奏 目前来说夜叉是不太能去给到辅佐了 确实也没办法 下路虽然是个匣子 但单从灵咒这块讲的话 同时是不带顺度的 对 他对拼起来 在当这个时间段 对 肯定是更厉害 他两个 一个树魂 一个轻植 一挂的话 还是要吃点亏的 上路队线的话 两边其实 李猫这边确实要更长地一点 阶线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还要稍微快一点 这样的话 扣着就有机会来中路帮忙解键了 相对于尔文就现在 其实他只能在野区刷完过后 再看能不能帮中路 把线权再争回来 因为整体来说 他第一时间选择下 达木蛋是想对下路动手 但是并没有打过很好的效果 来手过后 直接信卡下来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整体下半区节奏 已经是拼向于RF的 前期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 可能如果配上匣子的话 正常对线 其实是不会输的 对 就可以和预转金家 重施去比划比划 但是对拼起来的话 肯定还是对方上海高 更何况这还是丢了一个 这个麒麟 这 RF真正的打野 而且RF想不是CD的 他也没有想到 狸猫这个时间会过来 应该是 刚才看烟雾紫神 应该是 他觉得狸猫应该是 选择去中路支援的 这个麒麟球 相当于是 目前的话 可能LNGM这边的下路 和打野位 已经亏没了都 已经有点丢节奏了 前期会比较艰难了 这波的话 抢到6过后 手里都有神型的 这波把燕姆子憋回去 把心一清 有限权优势过后 是可以选择动一波的 甚至这就是没蓝了 有蓝的话 感觉小语应该大招 已经打到塔下了 没错 反正有神型 直播出来 然后再来一波 对 再来 中路的话 因为刚才四人包下的话 也是拿到了 一个人都够的 就现在哈利斯 也有一定的优势 整体这一局的 节奏主动权 不到三分钟 就已经是在RF这边了 其实单论阵容选择 可能前期强势的话 也是RF这边会更好一点 但没想到是 他们这么顺 虽然说是个 离貌加比较的话 看起来后期很扎 是同这种 但整体来看的话 打野维和下段的组 前期都是那种 打架比较厉害的 这波的话 小语也是神星过来 直接动圣戏楼 所以的话 因为有哈利斯卡住了 一个核道草的身位 直接让了 直接让了 拿烟火了 这局其实跟前两局不同 是这个烟火拿完扣 因为双方是正常对象的 所以说对于卡上面的消耗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他不一定拿得下来 好像还有一点拿不到 就是侵蚀 这边变化终也到了 还行烟火没丢 是YMG这边 迷豆子大招敲到的 但是这个buff 好像不太好减 扣的可能还是蹲一波 上路的线 推过去过后 李猫收敛还有大招 还是可以再找机会的 现在已经是可以考虑 让资源给跳妹了 对 所以我从来拿了个烟火 算是堵一下经历 但是你拿不到buff的话 是吃不了塔币 也推不了消耗血量的 整体的节奏来说 目前三条路 都被F把控住了 李猫比较难做事情 在对方 对FG阵容 没有大招之前的话 可能说抓下路 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说是白狼 已经是被相当于限杀一次 但还是有机会能抓到的 有大招之后 有重视大招 就没什么机会 真的是不太好抓 自己家控制前期 也没什么控制 靠叶插大招 而且都是双灵会 带着一个越南 其实差他代价太大了 好像也就中路这边 Mite稍微有一点线权 前期可以压一压扁花 但这个线权 目前从经济来看的话 哈迪斯没有受到 任何的影响 就兵线来说的话 你安娜可能说 在敌前推线稍微快一点 但是不超过三秒 你就得回到中路线上 给他弹成动 产生的情况 还是要等着达野过来几线 但是这个边点双方上路 都把线交给达野过后 就得在双方上路 进行一个夺夺攻击 中路这边 可能比方画 是动的没有安娜快 但好在上路这边 离猫是可以把命中的压得比较狠 对 抢对方麒麟 战中路达摩 这原始于 这个一口火 上路的线目前也还没让 其实吃的还是比较肥的 现在3500 比达野位的扣的 发育拉满的扣的 还要高 来了2加1挂1给一脚 这波必须的从这大招 先别一会儿等队友来 对 达野也是实在的 顺便局的话 不是很好 再接这个塔了 让我好走 而不现在的话 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你想跟我打这边团战 我只要有控制技能 和解控技能在够里 其实不是很慌的 上路对拼的话 因为控制现在目前存起来说 节奏是比达野版本 本机有优势的话 三代上面 还是要稍微注意 要自己升位 来了 死包 拱不降临断后排升位 没一脚 就是沙场 在顺步拉开 一脚踢开 加顺步 二一 哎 这个地方要开三级能跑 变成黄金花镜 已经被打盘了 使得猜忆的话 赶过来的米洲套华虽然重大 但是正面战场 是没有什么输出能跟的 我现在是已经完全打不过跳妹了 上一局其实看到 就是夜叉打谁都挺疼 但就打这个跳妹不疼 对 主要也是刚才说的 因为在突然打一刀 跟曼陀鲁命运功后 他就开始转一定的肉状了 你的叔叔打在他身上 再压他的刷盾 确实是捉襟见肘 确实是跳妹这个世神 目前具备 像比较强势的EV1能力 还有团战当中的 就像类似教室棍的这种能力 但确实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带线不太行 但这局因为前期 Ranger的节奏就已经被断掉 而且断了很严重球 他现在的带线 其实起不到任何的威胁了 而且上塔还是F这局先推到过后 那么接下来的整体动向 偏于下半方过后 李宁这边其实挺难打 这面的4v4他站着 还是要看夜叉什么时候 能过来参团 白狼目前的经济 因为阵亡一次 再加上两次对方 四人包下的一个爆破 导致于他现在的经济 是已经比夜来低了700块钱了 就只有中路这个位置 还能三人进行室啊 因为上路这边其实也是打 这个控制直接给死了呀 没有任何机会让你反应出来 除非你是时间点补克解控谁 重施 扁花 狸猫 三人的控制全都给到 对 阵亡的一个比较关键的 4v分带点 过后F整体的节奏 又往下面 第二个神奇楼开始转了 这样的这局 其实F并没有想去 拿烟火去增一个追塔 更多的还是想稳住 一个神奇楼的一个 重力资源的效果 虽然盛世没有 双盛世楼 那目前经济可以拉到3500左右了 而且这一波的话 中路线导致于第一时间 你都是过不来的 他这个回方 他说跳起来是 想清线 自己手里面有顺步的情况下 反正也可以刷跳 对 这还是有点大意了 有点大意了 好白恐怖降临加醉悟沙场 强行留到了金歪 那白狼这辈子肯定要交顺步 罗产出发第一天往后走 还有大的 还好第一天是卡了个草的身位 全可不拉开 给一个衣服的摸一手 这波对F而言 其实没有起特别大的杀心 目前来说 他们还是想把人全部拉回 对方的二塔位置 然后去把下半视野给战死 中路的话算是稍微给 要不然就拉扯一点空间 让他赶紧把兵线处理一下 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已有了 这样的一个3600块钱左右的经济领先 确实对F说了 有点大 已经是很顺了 是的 他们这个阵容也兼顾着后期的团战 所以现在看的是夜叉 这边能不能稍微带起来 目前来说的话 57的串美打 47的夜叉的话 单代好像也不是很有压力 从世神的阵容BP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一开始也就是狸猫打 迷豆子打不过狸猫 然后下来二人组正常来说的话 肯定也是打不过的 但是能活能狗住 但是这个都不是活不活的 是直接打死的 所以目前这个前期列一点也正常 但这点列的有点太多了 只不过的话 小语现在其实主要就是 你要守这个塔 你来三四个人 我上路的二塔就可以直接抢B 那现在对于李宁二爷 用一个下一塔换掉一个上二塔的话 神行回个迷豆子 这塔好像点掉了 点掉了呀 神行回去给我导致于 也没有办法对狸猫动手 上塔还没有守住的情况下 大水也刷牙 而且达姆大视野也没有站下来的情况 现在李宁这一局是三局来说 压力最大的一局 经济差也是在十分钟时 拉开了三千多 因为第一局其实虽然一局 是在节奏上面压制的 但经济没有拉开太多 然后包括人头也是 只有Watt受伤 那这局就不太一样了 这局是三条路都受伤 对 然后目前的话 就真的是只有中路安娜 稳经济 但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安娜在这会儿和对面 比方花军事发育的话 后面就其实作用就很少 也没有任何的收益的 它就偏向于一个半辅助的 再往后面打安娜 真的要打伤害 对面肥肖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冲她的 像狸猫跳妹 加上宠师刚才那个组合 冲叶叉也好 直接冲安娜 安娜根本跑不掉的 这就也没代付出 除非这一局 李宁能找到几个F单带的点 然后一波抓死 找机会打团 打一个小人团 拉扯一下 但是目前来说 F报团很紧 你唯一能看到一个单带 是一个出了半肉装的 一个跳妹 你这个很难去提前 对 正式的点就很难抓了 唯一能抓的点就是跳妹 因为预战金 虽然也是在单独的吃钱 但是可以看到 他去哪路线上吃 图师有灾 就队友全都过去了 狸猫也跟着的 这个时间点 16级的扣的 去找14级的夜叉 其实你夜叉是没有办法 去打这个对线的 而且中路的话 虽然说是稳住线权 但这个稳住线权的代价是 对方会一直把兵线 往你的一塔推 而你是没有办法 看到对方一塔的 兵线是勉强水来 骗出了比安花的大招 蛇怎么办 还有个枪背在蹲的 这波人是赶走了 而且可以直接动蛇的 这波虽然能赶得过来 视野的话 匣子应该能挤进来 白狼大招给到了 但是能进得来吗 迷豆子进不来 时间还是太久了 大蛇是直接被虫尸给拿到 没错 而且这波打完过后 中路还有一定的线 残存下来 那么中路一塔 可以直接趁着兵线出来 之前就给退掉 这波连回家还没回城 他以为 他以为对方 这条蛇好像还有机会 能去支援一下 就没回 但因为前面也说的 经济优势在这个系列 已经拉近的接近 5000的优势了 所以说 打蛇的速度太快了 马上三圣级楼 10秒钟就要刷新了 远远金现在 8000的经济 对位领先是有1500以上了 而且三级套 关键是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远钻金17级 白狼就是15级 等级上的差距 导致白狼的射程 并不能脱出于 对方的攻击范围 也就基本上 要 誓死 守这个高地了 就只能守高地 打完就要去打一个单带 4-1了 AX这波在 在上路的一塔 确实回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打团 是肯定打不过 铁打不过 对方的阵容 这狸猫家是很扁花 就是你们这边受不了的 就稍微牵制一下 因为如果到高地下面的话 狸猫这个大招恐不降 连连连连连连连砸一手 夹一个最后沙场 这边两个人抬一手 杀的可能做不到 还已经吃到了 但是已经要没 自己的身位也是保不住白狼 黄军花界分路 又是留住正面的一个燕木子 开了三技能燕木子 被雷奇林 的一瞬间满 击碎解满 一直能再摸下来 顺步一一跟后 跑了一个安纳 夜叉回来能清掉吗 守完其实下路还有兵线的 这一波夜叉又回 请兵请过后 中路的兵线过来 而且大赢的旋软有点残 在收掉了一个彩血的米洲过后 顶着大赢 恭喜F拿下了对决的胜利 比分战胜2比 这局确实是这个 好快 就这一局结束吧 先进 是刚才说最后这一波 这个二坛有点没必要守了 在经济已经落后比较大的情况下 然后当时这个位置 这个下路二坛守的 确实有点没必要 白狼和匣子算是同时 被抓了一个破绽 然后本来认为说是 好像有个像少女的白狼走位 可以稍微放肆一点 但对方直接连匣子 都直接一起留下来了 两个下路二坛组 直接在带走 全带走 也许 而且这关键是 刚才也说了 因为你如果拖到高地 李猫这个大招 其实是你没有主动权的 李猫只要开到你人一次 你基本上你后续团战 就会被别人花的大招 包括说回来二斤的 全部控住一个战场 一开始BB的时候说了 如果说是对方有李猫 限制到李猫的这个大招进场 而且就算如果说 李猫自然大空了 想一顺 那你这个大招 只要捏到对方 能控到你人在交 重拾交代 那就肯定能反制到对方了 结果重拾的话 也是被对方选走 匣子在中后期团战里面 确实能看到 就是因为自身 也吃不到什么经济 想救人 然后对面可能 就是队友在自己肚子里面 就直接全没了 两个人全到阵亡 是的 我们要是看一下 这局的cell数据 这局算是 目前三局来说 打得最快的局 13分钟结束了 这局输出最高的 夜兰的预赚金 19000的伤害 差点看到 小伟的这个伤害也好高 都挺高 对 因为这局结束的 也是有点太快了 13分钟就结束了 看一下小局最佳给到了谁 小局NB给到了 夜兰的预赚金 5-0的KD参战率 83% 12% 2110.5 乘伤战率24% 这一局打了一个突击兵 真的就是又扛又打输出 而且也确实是 从一开始 对 就是2v2的对位单杀嘛 也是单杀 对位单杀的话 从1比0开始 经济一直是压着对面打的 比较顺啊 好 我们也是看一下 上局的小局汇报 就是认为自己是夜叉 手里有顺步 然后进去之后 会能跳出来 把线带着 其实也是有些小失误的 这种方面选择的 就是像就选了一手白狼 出来打一个后期 打对方 刚刚才也提到了 跟上一眼 三个人都很肉 还真的就是白狼 选得不错 但可惜前期 就没了 对真的就是 除了一个安娜 是正常发育 但是合适 是和一个比安花 正常发育 对 以外其他人 都是有点小崩 可能第三局 安志玉选择了 先手忘购 依旧还是把 阳光跟天架 放上了班位 反说的话 犬神 确实是不太会放出来 我也没想到 今天把这首犬神 搬得这么死 因为之前 就是也不是 也没 有完这的犬神 也没到说是 就一定要 加个班位的情况 目前的话 后手是自己扳掉的 待一晚 目前的话 前面三首的 最后一首选择 在上三局 来看的话 其实MGM 今天打的 还是比较倾向于 常规一点的 就可能这个犬神 被搬了 但之前的比赛的话 就算犬神被搬 可能有什么 洛心腹 再打的比较奔放 对 会奔放一点 或者说有一些 比如说是 四一分带的 这样脾气出现 不过这一局的话 作为先手方 他们可以拿到 和第二局相同的 元金神 看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局 看第三首 要不要把 上一阵也点搬了吧 目前来说 李猫也在场上面 包括元金神 也都在 确实是 这首李猫上局 也是能看得出来 目前的这个 视神的强度 还是高的 就是自己先上 压着迷豆子在 然后压完之后 现金掉了 然后对面人 还被我打了 可能要打个半血 然后我去对面野区 喷口火就把钱一抢了 对 然后回来轻薄线 然后再去中路 打个达摩 把李猫搬了 那这有善意怎么办 从上一局来看的话 确实李猫 主要整体的局势来说 确实太顺 上一局整体 阿富这边从开局 不到两分钟 下路传来捷报过后 确实就导致 阿弯的节奏就崩掉了 夜莎再加上中路 又被抓了一步 也有可能 阿弯这崩掉 就是因为 李猫抢了他的麒麟 对 所以说这首 李猫还是问题很大 对 但是这样的话 善意这个点 阿富就要看考虑 要不要搬掉 如果不搬 这个善意的话 反正目前放出来 就像刚刚提到的 可能元金神 加上一首虫狮 这两个 辅助师神 是在外面的 你肯定 不太好去做班位 我从上局 整体的双入对线 来看到 阿富今天 下路的发挥 很亮眼 而且给到的 线权压力 其实挺大的 之前的比赛可能 就今天这个决赛打之前 还稍微有点 想着说 因为鱼和金歪 在最近的一个下路二组 是很强势 然后小学的最佳 拿的也不少 想着说可能 阿富难道 说不定还抗衡不了 结果 没想到今天的话 这个目前的三局 其实下路组都还不错 最后一首扳了匣子 这首是 放的善意出来 要稍微抢一下 豆子包括 刚才说的像 虫狮这些点了 对 虫狮人神 看想要用 想要虫狮 虫狮插豆子 虫狮这首善意 是被李宁 比较好的拿到的 没错 不过因为 搬到李猫过后 豆子成了最优解 豆子被抢完过后 要看李宁上不了 不然想 原来进去也点个大 中路还是和前面一样 目前中路 确实就是大家 搬也搬不完 没什么必要搬 选甚至都可以往后拖也拖 能拿到的试神比较多 你会发现 其实比赛花菜 季后菜的时候 其实登场率 没有那么高 但到决赛的时候 他反而是成为了 很关键的点 最主要还是一个稳 对 他下限比较高 而且他的容错高 他哪怕前期 真的就是疯狂针对他 其实针对他的作用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首 我想先拿妖狐 那原地神不要的话 其实前面这几首 BP稍微有点小推 连点吧 应该还是要把他连点 对 因为在前面的第二局 拿出这个原地神之后 效果确实不错 没错 鱼专金 这局有可能是要选择换线 为了打一个快空压制 跟转线体系的话 正常对线的话 感觉妖狐 也能打 对 因为毕竟对方是个宠师 在热热金身上的情况下 原地神现在的比赛服的版本 是还没有对伤害进行一些改动的 前期还是有一些爆发伤的 这样的话 推塔速度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了 还是要看一下李宁整体对于烟火的把控 有没有那么高的欲望 F这边是目前终于也还没有选择 刚刚提到中路的士神的一个 把平安花没了 搬掉了 自己这边可以先拿 稍微去限制一下 看能不能放个千基或者安娜出来 是 但更多的取消还是想要一个千基 把打野位置搬远 可以稍微再封锁一点 小秀伊凡和叶叉也还都在场上 但这局打野位的班位其实是不太够了 这局不会最后还是有跳妹的登场吗 扣的 在第二局当中有伊凡存在的时候 因为有原界神 所以说最后是拿了跳妹 但那次已经其实吃到一些亏了 先说上局赢了 但第二局的这个跳妹去和对方叶叉 还有原界神进行拉扯 发现根本就拉扯不了 对在单单性上面确实是没有对方的领导 而且清界速度确实没那么快 但如果像上一局叶叉整体的节奏 包括经济已经是被队友全部拉扯平了的情况下 确实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看下第三首最后一首怎么搬 叶叉还是搬叶叉 就给你放一个跳妹和一反 看一下这边清直千基 先拿清击 那这局有可能是一反 有点想复刻今天的第一局的感觉 要有一些前期的视神压制性 因为近期的季后赛其实也看到 清击就算放出来也是很多队友不选的 对 就可能在团战当中 如果是军事发育的话 在团战当中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了 不像之前打前排也很快 打后排更快 然后现在又没有控制 确实是可能有一些队伍的中路选手 会不喜欢这个视神一点 天机加影外镜 如果而不这边想打快攻节奏 那可能就像一反这种 平凡能作战 但如果稳一点 就还是像跳妹这种 又来场的 还是跳妹 应该还是考虑到有 圆阶神的存在 跳妹这边可能对于后排的整体的威胁性 要控制点至少要更足一点 而且有一定的坦度 就是第一天不能帮我秒了 我可能一反进场我容易暴毙 我进去可能第一天我会死 就是打团的话 感觉强度还行 但就是控制少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了 对方是一个善意加圆阶神 如果说带兵线的 前期兵线压制的比较好的话 elf处于一个兵线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这边想把兵线带出去就比较难了 没错 从整体来看的话 公路的线权 可能会整体导致于 elf整体的节奏的走向 所以说这局感觉还是一样的 中路的视角度应该会很高 近期比赛就是跳妹 可能上场率确实是比较高 强度也还可以 但是没想到到了决赛 已经要变成 跳妹的绿百浮场了 对目前来说 已经是出场绿百分百的 这个答案是深了 而且目前来看两边这种人来说的话 善意这局 算是给放出来过后 要看一下 玩具使用善意的整体节奏 会不会给到对方一些威慑了 因为这首善意确实是在前三首BP 就看得出来一个点是 李宁自己想要 同时也是elf故意放出来的 让 有点类似于让对方去选择这种善意 自己没有那么怕 感觉对方应该是 elf可能是对于善意的 整体的打野路径 包括说他的整体的节奏 是把控比较清晰的 所以说他就放出来了 但是大一晚他是摁掉了 不过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双方的比分 已经来到elf2比1了 如果这一局再拿下的话 就是赛点了 对就是赛点了 所以说这一局对于 NG而言是十分关键的一局 这一局需要他们 能不能把局势搬回军事 搬回2比2 这一局就得看他们整体的发挥 不能像上一局一样 夜叉在中路可能说 为了清这个线 导致自己阵亡 节奏整个沦散 目前已经来到elf对于 NG的第四局 目前比分来到2比1 LF领先 我是本招解决一帽 我是吉尾小球 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 微信搜索金小电同学小程序 京东电器旗下正有诞生的3C潮流电地 认识选学生会员 即可抽取iPhone14 中央大厂实习 等级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 合作伴金小电同学 对本招待这年赛 穿绝赛的大力支持 购标选手停转对付 与相关周边 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室外详情 可扫描平下方二码 或者登陆失控像素小程序 进行了解 看一下这局的分路情况 这局是有在蹲这个换线的 表面卡线 一零放完过后 因为想到对方可能会有一个换线 所以说第一天的话 从此也是先帮清击抢线 刚刚也提到 正常对线的话 目前元金神的伤害还是还没削 所以说 因为是妖狐主龙外 还是想打快攻 对 打对线还是可以 但是因为想打的是 又是神奇楼 今天怎么回事 四局神奇楼 其实神奇楼你会发现 两边其实对于第一个神奇楼 基本上是不太误文不论 但是第二个第三个神奇楼来说 他们真的是比较凶的 那上一局就是因为 两边可能认为说 无论是白狼家匣子 还是对人家宠师 就是对线的强度差不多 所以两边都选择 把这个自己的下导人组 拿到下路去打 为了争第一条神奇楼的 因为上一局开局 就出现了线列情况 到天军神奇楼 就没有那么好的结果了 我这局换线过后 就要看整体来说 上路斗子的抗压能力了 因为如果妖狐快速退打的话 对于善意来说的话 他会很快的往中转 今天的神奇楼和跳妹会同时出场 说不定下一局 如果没人选跳妹的话 说不定就变了 变成十局或者抵制脸了 如果下局没有跳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眼 不过这一波的话 依旧还是扣到这边 先过来帮忙清线 本身清机有重施 一级的帮助过后 献权就稍微有一定的优势 这一波扣的还来了 下路的话 因为虽然说是 米外镜比米豆子 可能开压能力会更好一点 但是有点增加重施压人的能力 肯定是要比妖狐这边会更强一点的 毕竟人家的小技能比较频繁 这一波的话 塔利斯过来帮忙解压小鬼的线 但可以看到上路的塔皮 其实相对而言 镜像塔皮还是 进于这边吃的更快一点 好 伊斯纳比已经吃掉了 之前一样 还是中路稍微去帮一下 上路这个兵线 没错 也是近期比赛 很难看到上路被三包一 或者四包一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对 在换线过后基本上属于 双方在中路 或者在转线过程中进行埋伏比 很难在线上看到 这种多人包的情况 不过 虽然说双方都进行了转线 但是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里面这边整体的血量是偏低的 这招打完过后 回线的位置可能要稍微注意点 当然有可能会常注意下路的 卡卡的效率的话 肯定还是比不过妖狐这边 对的 神行还音秀回线 那米中这波其实不太能特别往前拼的 那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是要兼顾一下中路线权的 这中路的兵线 就是打也没去脏 哎 这波进塔有点 对 难受了 直接一条命快打没了 觉得这波有点失误了 自己的位置是走到了防御塔的范围内了 这中路兵线就真的 在比赛场上才能看到 就是中路去其他路支援 然后中路兵线打也不来动 否则的话 如果是打自制 如果是打自制的话 我现在中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敢动 你动 你这边一动 没了 对 你突然这波线走了 然后你回来发现你没有线 这一退就是一整局 就没有再也没看到中路兵线 关键是 即使是在可能说你前期三级的时候 这时候三五级的时候 打也还有这个吃线的一个兵线成本的时候 还是要来吃 就真的不懂 多吃总比不吃强 不过目前来说的话 双方在这局当中 并没有在中路进行过多的一个消耗 在双方第一波镜像 当玩过后 经济也是持平的 还是要看 接下来整体妖狐推塔 包括烟火的一个选择 这个好像有点 因为第一条升球都快刷了 好像有点想直接转走的意思 感觉这么转的话 等于说你把前面推塔的优势 就给拉回去了 这个时间点还有点不是说 要把死命说 先推了对方上一塔 我再转线 不是 好像还是要围绕这个第一条升球楼做事 而且这个位置感觉很想先埋伏一波 但这个位置埋伏的话 其实第一时间 阿富是不太会从河道矮口走的 你这个 豆子也到了 这波第一条升球要打5为5 这个转线有点 司马昭之行路人皆知的 跟阿富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肯定是转 因为上路线权你都没人露头了 你真的换线 详细把差一点 虫师和零零这边下单一组 刚才是还没到6 是的 那这波的话 盛雪罗斯也还是依旧可以先让 阿富这边先看到的 之前的话 这个阵容打起团来还真不好说 阿富这边可能 呃 C被的前置输出会高一点 前踢一脚 找到燕木子 手里还有一条地 这个黑三断了 黑三被换掉了 顺步拉开的敌之间 还是被平铺的米洛子的伤害给烫倒 最后人头是给到了夜兰 啊 这一波打完 先阵亡的一个云外镜 那这个升级楼等于说是拱手相让 想黑三靠位移拉扯一下 结果我没想到是被对方的连续控制 直接断掉 实际时间过了 但是阵亡前反正是开了个白镜大招 但没什么用 对 自己肯定是已经没了的话 那就没有用 感觉还是有点太自信的 这个升级 感觉自己的队友都在身边 所以觉得自己可以稍微的忙一点往前走 但是忽视着对方 其实控制起来很足的一个情况 因为米洞子一个人配合这跳妹的二段云 其实是让燕木子敌先是任何技能都放不出来的 你能看到LF这边虽然说没有一个比较强悍的大控吧 但是整体的话这个小控制连接上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可能像预转军的大招都能跟上 那这连续吃三个控制 而且没有重叠的情况下的话 确实连上路或者是咬肉的视线也是扛不住的 而且本身李宁是自己主动把线权转回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被人家打了一个反扑过后 那么接下来善意做实际很难 他会被困在上路的兵线当中 主要还是第一条升级楼没拿到 就是为了提前换下去 拿这个升级楼的还没拿着 而且还亏了一个燕木子 那这样的话 云爱静倒六按理说他是要跟着中路开始动起来 他相当于半绝石这一个情况了 刚才这个头是给到一转金 基本上这个经济就已经把对线全部拉回来 黑金拉到 找后排但是提前的话是雷麒麟触发了的 而且最关键是猫抚头给了个术魂给到腰术 导致敌间输出也是很难再追得上的 可以了 云爱静这拨跑了就不错了 手里面顺步是CN没好的 但这样打的话 其实会发现经济在这两波里 您的主动换线 未果的情况下 经济已是来到了RF的优势了 对位射手经济已经差了五百六块钱了 而且节奏来说的话 肯定也是豆子这边来的节奏更舒服一点 想抓人的话 目前RF这边和上级一样 刚刚提到有个虫师盗到六级 确实还是不太好抓 最伯的话四伯二 可以看到李宁的队友也是迅速地往下路靠贴 找到这边RF是少人的 但输出不够 导致于第一身也并不能留到RF任何的人 烟火双方第一间其实都没有选择空 而且一分半以后第二个升级楼 感觉李宁现在就有点被自己的战术打法给困住了 他现在不太能去往上半去给过多的视野 因为一分半的时间转线来说的话 是很难拖到稳定拖到有第二个升级楼的 完全打不过 完全打不过 完全打可能要死了 这波的话 变动出发二 杀害应该还是不够的 这个大招因为已经时间全打完了 所以这边的话金鱼被留住 所以还好有黑镜拉住三个人 从事反而有大招 找到这边讲的一个小鬼小鬼开三级能吃掉的一套爆发 三级能撑住吗 撑不住了 哎 再跳 哦 这一段最后跟上千级的一级能打到了 可以在跟上一套速度过后 连住魅惑跟上收掉猫猫头 再跟一个回头就有点不应该了 那么这波可以打一个夜兰的阵王扣 收了四个人头 下他还能推掉 扣得上路那波差一点杀掉善意 但没有办法下路这个位置 我感觉好像是其实下路二组有机会能跑 虫子虽然大残 但是他可以往后拉 对 因为第一时间黑镜是结束了的 这波回放其实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夜兰是没有吃到黑镜的 他是完全在打后续输出 肯定还是想尝试救一下迷豆子 但最后这个三一交的感觉确实是没有了 迷豆子没了的话就应该走的 后续的伤害也被夜兰的一条命扛住过后 反手三拉住了最关键的两个人 所以被白米周这个魅惑却断了一下 就算想撤好像也没撤不了的那种感觉 但确实如果提前走的时候就会能走得掉的 但这波团队的打完后 算是把前期的猎尸和推塔的角度找了回来一点 而且马上十秒钟盛起楼刷新 接下来李宁如果拿下第二个升级的话 在中地资源持平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局势在中期的爆发还是要更高一点 经济的话因为金鱼刚才拿了一个人头加助攻以后 也是反超了夜兰 这个经济稍微逆转回来之后的话 第二条升级楼目前有一个经济领先 但善意没来 因为有迷迭神在拉过来 但是感觉在藏视野 防止对方想去包上的情况 打招好像顺步也好就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再打一波MGM也是有机会能打的 对 但现在因为F的人也都在中下半段游走 所以说这个升级就开可能要说稍微的贵一点 先假不假动一下 把对方先拉过来 然后先把视野变出来 规避一下 第一套的话可以看到米苏配合着 翠翼的燕姆子把人全部改到矮口的位置 黑金拿到两个人 闪一进场 找到后面的最关键是夜兰 还好毛毛头给了手术纹保住了夜兰 但是扣到这边的话 二跳加顺步还好有个盾刷出来 单三闪再加顺平一丝血 应该不超过15敌黑血 但是把扣的溜走过后 这个升级楼应该是低本地拿下来 再刷一段 翔翼再回一口血 回拉二再中 再跳一手 再卡个墙 升级楼这边的话还可以再争夺 还是稳定到米苏 还是稳定拿到了 对 但这波这个跳妹 这个就没必要再追了吧 这追的有点远了 这都快绕整个半场一圈了 还在追 还神行过来追 但是这波感觉要被包围了 还行 还能下落地救到了 没出事了 这第一波能看到MGM这边 其实也感觉 集火的目标有点不太明确 其他人好像是要集火掉青鸡 就是哈比斯这个青鸡 然后后续的话 是善意直接大招 大的是对方预战金加重施 就两个重施在预战金上 直接大了预战金 有点近就点深了 后续的话扣的这个位置 稍微有点站得太靠前 承担了一不上 其实就明显看到 一开始的第一波 集火的目标有点不太明确 不太统一 感觉尔班权应该是想要说 队友的输出 应该是可以收掉青鸡 他想收了更多一点 但结果是谁也没收掉 哪个也没能死 对 但是好在于盛起楼没有丢 那一波其实追寇的是 感觉带了个人情愫在里面了 如果第一波能追死的话 还有点机会 后面追不死 我也怪帅 对两个位移 但就已经是够不上的距离了 追不到了 你装野区那一波 他回了一口血购 就很难第一先把它秒了 还好这波追没出事 而且盛起楼了也是 然这样拿到的 那就问题不大 有惊无险 对刚才已经是在下路 打了一波4v4 打赢了一波团了 而且上塔也是在 打第二深球之前就推掉了 目前来说的话 塔上面有一定的优势过后 接下来对于 Avenger做事情 就会有比较大的 明显优势了 而且现在善意的经济 已经是有 比Code要领先400块钱了 稍微多一点 主要还是就和第二剧一样 这个阵容有个精神 有一个善意在 然后这种单代体现 能不能吃得消 稍微往后搓一搓的话 这个兵线上面的一个处理 就会让F很头疼的 比较烦了 没错 因为这局前期并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优势领先 就算对面有一件事 然后我们这边已经把 对面二塔都拔了 那他愿意怎么拉就怎么拉吧 关键这局并没有 下路那一波直接打炸了 就是那一波一塔前 有点太过于倔强了 其实第一时间如果说 就后撤的话 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劣势情况出现 但现在2000块钱的 经济优势 里面现在的话 是可以稍微的把兵线拉扯住 给到F中路压力的 这个中塔其实不掉的话 对于双方回防中路 其实哪怕有圆界神 F回防也不会很慢 所以说还是要看 这个中塔的低线权 能不能说把哈迪斯的血量 或者说过来 首线的人的血量 稍微压一下 这个时间段也是 F刚刚算有一些成型吧 因为任心也是刚刚7000块钱 他正式平川 加上明长梦的三天号台做出来 还要再拖一下 对于F而言 他们目前的局势 他们也能接受 因为有一个预装金的存在 他们后期的输出 只要第一时间 不是被集火掉的话 他们的单体有轻机 而且群体消耗 有一个预装金 正面战场是不虚的 在后期的情况 对 如果不是大后期的话 因为大后期 如果对方 远外镜加 远接神都 发现还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轻机 是比较难打出输出的 他现在的版本 不像之前 打前排打得很快了 血彩能力很强了 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局势对于F是可以接受 当然 IFC要看 接下来怎么再二次提速了 因为马上第三个 圣旗楼要刷了 感觉是要让F 做一个抉择 在三圣旗楼 跟大蛇之间做选择了 F现在也是想 在圣旗楼之前 看能不能过多的 去把视野上面的 差距给弥补回来 然后这个时间段 因为两边各自 一人一条圣旗楼 所以说这个第三条圣旗楼 对于IFC说 就有点也无所谓了 可能是李宁在 因为有些人在 所以说等一会儿 这个蛇拖一拖 上面四个人 然后让山翼去单偷 是有可能的 没错 偷个圣旗楼 毕竟是带齐的嘛 但这个时间点的话 李宁的状态 不能被烧得特别多 这个视野 达摩是被F占到的 是的 最后一下子喷出来了 目前来说的话 苏帽达也在下路 兵线正面战场的话 前击一个大车下来过 目前的兵线压力 确实对于李宁很小 圣旗楼这边的话 扣到这边 可以选择先手动 而且人员是齐了的 这波李宁如果要切的话 其实第一线 撞得不是很好 叶不可思议 双星的黑金拉了 只拉到一个小尾 反手魅惑 保押后排身位 小尾这边的状态 开三级的 还是要被一技能 直接收掉 一个封线收完过后 在正面少人情况下 李宁是有机会选择 去推中 并且去拿大车 有点没必要了 这个圣旗楼 本来想的是F 因为刚才提到 两边都有一条圣旗楼 这个圣旗楼 对于李宁来说 有机会 因为有元神 对F说 有点没必要去争 少一个小尾 拿身拿到了 搭了个小尾 而且给一手扁扣 过后千奇 踩到正面的扣子 反手再拉一个三级了 阿伯爵后排 又找到叶兰 叶兰转的很残 一丝血 风刃加一级了 一刮直接收掉叶兰 少了预赚金 正面伤害只有哈迪斯 再被三级了拉住 第一时间 还好是利用自己的胜步 规避到了一塔的门口 迷豆子还有三秒 也不太够 不过人间神没大 这波他不能把队友拉回来 但是这个蛇的血量很强 尔曼者扛了很久 这个debuff伤害很高的 要看能不能进场 又抢尔 还好尔曼者的小朋友 这波拿下来过后 配合这扣子的输出 不太高啊 不敢输出了 这波因为蛇 毕竟已经是没想到 被山翼拿到了 这波打完过后 整体的经济 拉开了4000 人头差 拉到了6个 并且有一波蛇线的话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李宁的推进 是可以打起来了 确实这一波 李宁打的还是有点拼的 有点冒险的 状态上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提到了 原地神是没有大招 拉第二波回来的 所以说是 有两个人属于一个 半血状态机的 这波团虽然是5为4 那整体来说 因为还跌了很久的debuff 其实伤害来看的话 第一时间 F虽然人少 但伤害打的也挺大 如果说被拖也拖 被F拉扯一下的话 犹豫一下说 我是先打这波团 还是先打蛇 那可能就要被打输了 这波其实打的 还是有点坚持 对 还是打的比较快的 虽然有点冒险 但毕竟这个决策 做的还是比较快的 这波打完过后 整体下路的高顶 跟上路可以囤了 两波神线的 白镜先冲第一波 先把技能全部骗出来 这波还好 还应该能清一下 把三技能清完 这一套踩完过后 白镜全部回来 状态都是满的 塔的血量 已经到了 比较威胁的斩下线 这一波小伟 被迫甩出大招 侧逸想倾线 原来竟在吃伤害 哎呦 哈迪斯 虽然链子给到了叶木子 但是侧以这边 敏中的魅惠 让哈迪斯后续 虽然没有打满 这波射胞的蛇线 直接拔掉下路的高顶 上路囤积了两波蛇线 怎么办 扣了中路的线 刚清完后 自己状态 可能要回到上路高顶 这中高应该是要先没的 清晰这波还敢出来吗 还行 米豆子稍微穿慢一波 三技能先往后走 上中选择了 先守下这波中 对 而且最关键是 叶木子的坦度现在很高了 主要是还有下一波 中路这个白银线 说好在于 中路的高地 没有摸到血量 所以这波线 可以稍微出来清一下 千鸡的大招 屏幕的位置 也没有在塔前 所以说对于F威胁不大 上路的线 反而是有可能 有机会去摸一下的 但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下路囤积了两波蛇线 已经要到大营门口了 接下来就是要做决则 白锦第二波重阵 找这边战场 三技能一拉过后 敌天扣的是利用鲤鱼 敌天全清掉了 差一点点 应该可以清掉的 全清掉了 千鸡开一个大招 塔前的话 只剩一个小兵 还是被风波剑加 异智能全部威逼开了 不得不说 虽然中路这个位置是个清鸡 但如果说 弥豆子跳妹两根 往上卖一下的话 三一再进场 小北撞很残 叫送不来过后 三技能喊力 看着直接被留下 到大营门口了 到底还是给被留了 高地在天亮的一瞬间 中路高地近身倒地 那么接下来 对于F而言 他们的大营 需要稍微的防止 这波想进攻的 顺步想抬人 找人 而文就再进场 走后边的扣的 前级反手大招 找到后边三个人 但是扣的因为有 罗伞加铃鱼 状态还可以走到了 大营门口 能走掉 金威这边的话 贴贴两人 虫师在身上想给鸡飞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因为有进一颗大招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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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时间点 如果夜兰不往前走的话 可能输出底线是打不满 但李宁也就是利用了 这个时间点 抓住了机会 三将再拉 找这边的扣的 二线的拉开扣 扣的回到了自己的大营门口 大营的血量很残呀 只有一千血 直接点大营 点大营了 这波李宁直接点了 恭喜安副 恭喜安副 把比分搬成了2比2 但今天的话 也是没有直接来到 F的赛源局 目前的话 还是比分到了2比2持平 这真的太吓人了 双方要在下一局 才能去争 今天决赛的赛电局了 没错 这给我 吓懵了 给我 给我才吓懵了 那一瞬间真的就是 给我吓懵了 因为看到大营的血量 一千血的时候 感觉安副 根本就不需要去吹 那个上路高点 直接可以看到米州 真的是人间清醒 直接反攻一个大营 两下就把大营给点了 还是需要一段 一定的摇人时间的 他需要让队友来过来 不过反正 确实是在那个时间段 因为又转进 被击杀之后的话 刚刚提到了 需要跳妹加米州 两个人上去扛兵线 那如果你连 这个高地的防御塔 都没有的话 你出去扛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清兵的效率 死了一个 有运动 有名的长风的预赚金 那肯定就是清不掉 这个波兵了 但前面也说的 主要就是预赚金 如果不去清那个钱 扣的已经是回了 前面金补状态 他不往前挺的话 其实输出是 不太能把李宁 全部打退的 确实还是在这一季当中 因为一开始 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有压迫感的 F的 好像有一点感觉的 那种前期的节奏 但是在下落 这一波4v4 直接是被 被安占 抓到了一波机会 打了一波 比较漂亮的团战 没错 当时其实已经能看到 Code的跳妹 是可以把 完整的善意压着打了 就是狂压 你连兵线都不配手 不配吃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没想到 是下落4v4 就打炸了 那一波4v4 感觉还算了 因为对方有个元神 对打得有点太前景 他可以大家拉过来的 我们要是看一下 依旧是结束了对局18分钟 结束对局输出最高的 反而还是 哈迪斯的 经济54v4的一个伤害 大家可以看到 NG这边的话 米州跟金鱼的伤害 其实打的都不低 接近于4万的伤害 从整体的经济面板来看 也确实就是 从下落那波团战结束过后 就出现了很明显的 一个经济优势的走向了 这一局的话 其实时间 今天这四局都没有打很久 就是可能没见到 像二年兽 或者三十这样的局面 因为还是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 就是看到哪一方 有了比较好的 一个优势局面之后 就可以摆这条路一只嘴 去摆 对方压制住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局小局的MVP 这局小局MVP 给到了中路 White的前击 4-0-5的KD 参战率百分之百 伤害占比百分之三十三 伤害占比百分之三百五十六点六 伤害占比百分之二十四 今天的 目前的这四局打完 确实能看到 可能F整体来说 没有说太大的问题吧 但李宁在今天的前面几局 是有一些小失误的 不过这局的话 就是第三局 第四局也有一些人 在弥补自己前面的小失误 MVP 第一局确实是 感觉是 有点被打懵了 就一直在疯狂地抓MVP 但是这局确实也是 阳灭土气百分百的参战率 实至名贵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场的赛后回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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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和犬神 犬神这个点今天没出 是不可能是陷阱我什么东西 犬神这个点相较就至于LF 就等于说是LF的研磨 就是拿下来我LF就能吃分 犬神也是LNGM拿到犬神 我被破三路或者说被超五六千经济 我能翻盘的点 对 所以两支队伍其实不太愿意给自己埋雷 所以这些点的话就直接送进BAMI就可以了 包括在后手方的LNGM也是选择去搬掉了研磨 原杰茜这个点对于LF来说也是有一点心魔在的 就从常规态的第二轮能看出来 ESG一手原杰茜体系如果说打顺了 会让LF目前的一个整体战术体系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是 确实原杰茜这个点是 到几乎在很多队伍在尝试去 想要玩得比较顺一点的 但是其实发现玩到现在 真的玩得比较有灵性的人 确实不是特别多 好 看一下这边重视也是送进班尾 看一下第三手这边的班人情况怎么去考虑 今天跳妹的一个上场率确实也是蛮高的 嗯 但胜率是堪忧的 好像是一局没 哎不对 赢了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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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那一局赢了 我今天还在想 不是这个跳妹 包括今天的盛气楼也是跟随着跳妹一起出场了 四局盛气楼 然后跳妹这个点是比较典型的 打优势特别猛 嗯 打军师或逆攻就会有点受制 有点乏 嗯 对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手这边的班人情况 LF考虑怎么去做文章 毕竟在先手房他们是有一个优先选择权的 前间辅助位的班人做的也是蛮多的 天井下 我们随着比分的紧咬 我们观众解说以及选手的心理现在都是非常紧张的 是 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手怎么去搬啊 现在放在打野位上 其实今天搬的比较多的 你像善意这个点也放出来了 包括大跃丸这个点也没搬 现在怎么说 要不要考虑搬一搬 其实狸猫也在 两边的男人应该会比较侧重于优先打野或上午 嗯 那么小防茅 善意搬掉之后 一抢一个大跃丸没问题 那家安杰们会非常舒服的爽爽拿下礼貌 确实还能搭个匣子 这两手就非常扎实 确实 好 我们看一下 LF的第二手第三手怎么去考虑啊 对方的上路以及辅助两个点拿的都还是蛮香的 怎么去搭 中路要不要优先选一个 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想要的点呢 中路这个点两边的今天TP思路是差不多的 LF是比较想要拿青鸡 LF这边也比较想让你拿青鸡 是的 因为你青鸡 千鸡相较于青鸡 肯定是千鸡带来的变数没有青鸡那么大 对 好那这边先拿豆子确实也是考虑到啊 前三手如果不拿一个好用的上路可能在第二轮还被搬得锁成无几 豆子应该会锁 因为豆子相较于蟹鸡在这个版本会更加好用一些 好这边豆子应该不出意外可以锁了 直接搭配的是妖狐 这边看一下LNGM直接拿叶叉 文哲今天的手很热 然后我比较意外是白米粥 在今天打之前呢我就去LNGM的休息室去聊过 然后恩德问我你觉得今天怎么样 我说今天如果白米粥不送你们应该是有很大几率的 就开玩笑的嘛 因为我能感觉到白米粥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紧张 对对对 它是人有点抖的 从他第一局的整个的一个表现来看 感觉是有点紧张的 后面就调整好很多 确实慢慢进入状态了 看一下第二轮的搬人 这边由于LNGM包括LF前三者都没有选中路 他们第四手有点选 所以这边的话先搬中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LF回进一手的话 就是把射手位比较好用的点 搬脚毕竟你匣子都拿了 对 不太好给你想要搭的一些搭子 前击前击 二宫女加上预短金翻掉 那安娜了 这两手铺垫直接做出来了 这还不随到取成 安娜还真不那么可怕 真没那么可怕 对 主要是对线方面 可能目前相对大家比较喜欢针线拳 现在搬两手自己拿一个 但是现在其实给LF的选择性还蛮多的 能拿的点也比较多 LF这边应该是 扬花概率会大一些 也可以 好凑搭子 感觉安娜这 这又要安娜加白狼了吗 安娜加白狼这一局其实有说法的点在于 狸猫的看压性会更强一些 狸猫可以带一些节奏 是的 是有说法的 但是这一局如果说是拿白狼 可能是要换线 好看一下LF这边先锁下 彼岸花加上 划金 是的 杜绝你能秀的可能性 是 了解都可以 考虑如果说要拿白狼的话 倒是也行 辅助的话 拿了一个侠猪少女啊 可以好好去保一下 好 现在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最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一局是不是还是生气了 如果说你还是生气了 你四分钟的白狼作战能力 我们就不多说了 对吧 我盲猜啊 60%不是 因为已经有四局了 连出四局了 但是 但是你这是典型的误区赌徒心理 就是你觉得已经 硬币已经五次正面了 下一次可能是反面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局它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啊 对啊 对啊 每一局都是三分之一啊 谁家小孩天天哭啊 哪有读狗天天输啊 对不对 我盲猜一手啊 60%不是好吧 因为三分之二的概率不是吗 啊对 起码有三分之二的概率是 十剧或者说地震年 对啊 所以盲猜一手啊 但如果这局 不是十剧的话 其他两个东西 给的RF也够 在情终是难受的 因为四分钟左右那部团 他们就不太好接 如果考虑 不换线的情况之下 包括2v2 其实整个对线下来的话 有个侠主少女 还是看看细节吧 但主要是 所以他们今天的换线确实打的会比较多 如果你换到上路的话 基本上你前面的第一条下路的资源就白白了 而且按照我今天的感觉 就是LGM和RF的下路是比较想要正常对上的 是 想要拼一个Y字背的头号选手出来 咱俩排个大小王 那种意思啊 确实我觉得正常 就是少年人嘛 就是有这种热血啊 拼一拼很正常的 少年一起 显一怒马怒发痛快 可以拼一拼 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抢赛人群 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在这一局的精彩较量 这一局里可以看到蓝子方 艾尔博红子方 我是本场解说 乔野 没错 感觉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可能又会出现换线的情况 现在 哦 还不一定 匣子是往下路这个位置走一走去看了一首视野 但是 白狼的位置是在自己家的上半眼区 包括 叶兰和猫猫头也在啊 都是在上面 有可能会对上 但是这一局 三分之二的概率还真不是 对 它地震黏 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这一局只要不是10剧 RNGM其实就有一点点难受 这边对线中路的换鞋啊 可是 外特还是优先到达到达了二级 对 因为辅助过来帮推了一下 对 这边是叶兰和猫猫头在上路啊 兑现的是个礼貌 这一局RF的想法应该是 想要靠妖狐打速锤 把塔皮经济拿到之后转化为节奏 确实 而且 如果说换现来到上路还能打一个速锤 先把上路的应援火拿一拿倒是野心 其实之前在采访 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 就是他们对于下路的第一个资源 不是说非要不可的 有时候甚至觉得 应援火拿到手里的话更香一些嘛 对 因为能必定拔掉一个塔 如果处理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确实应援火的五颗子弹 对于第一座防御塔的威胁很大的 是的 这边双方的上路胆质抗压的话 都问题不大 那也是换现 这主要是对发育嘛 白狼这边发育 是LM这边最最最最关键的点 还是要保一手的 让白狼有一个充足的发育时间 把经济把他的整体的装备补起来 对 白狼这点一旦掏出来 就说明他们这一局的核心不可能是别人 是 就基本上等到他出山就可以了 没错 而且白狼的机制 也确实足以支撑他 托其队友的希望 没错 选回来挂一套 中了个套圈 但是问题不大 可以把深追往开拉一拉 诶 这边上去还想再摸一首侧翼 五级的大主要 三一A二 呦 这波被打得挺残的 挂残一套 现在就看双方手塔皮的一个节奏吧 下路这边哈迪斯过来吃的挺舒服 是 反观 然后你见他们这边的抗压路是 有点难受 被打回家一套 绳形下来的 中上两个点都已经被打回家一套了 但是文角这边是四级啊 往这边走一走 想做事的难度有点大 而且他现在是红标 而且可以看到 刚刚叶兰的位置其实还是偏谨慎的 对 叶兰 叶兰常规赛和季后赛最大的区别是 他本身属于操作型学生嘛 然后在常规赛就比较想要去通过一些极限的 可能会送头的一些站位 就尝试去秀 那么在季后赛他会更加在意自己的饱活 想要靠长时间的生存去换到输出 确实 思维是有很大的转变 不过这个是正确的 因为毕竟对于射手来说 活着才有资格吃经济 活着才能输出嘛 是的 很重要啊 看一下这边是 哈迪斯和小伟啊 从中路往下路的这边再吃一趟 那么现在哈迪斯已经是到达了6级 文角现在也在6 但是他在这个草里好像没有被察觉到啊 应该是不知道的 应该是不知道的 能秒吗 打摇 无有机会而且能圈到 好圈两个 但是这个位置 MMT的一手术魂给的非常经典 是的 但是注意一下 6级的 6级的 6级 想约 6级 坏了 夜兰这边很危险 好 魏仪 先离开一波 被动加烫 反手踩一 直接留下 人头给到了夜叉 这波扣的山山来迟 赶过来之后 想要去 事情应该不太能了 能不能保住队友啊 猫猫头 好像是能走啊 这波扣的是 很难找到机会去做事了 对 扣的这个位置 贴脸上去 其实也保了一下 自己猫猫头啊 毕竟 确实血线太惨了 把人赶走 我们看看刚刚这个回放啊 首先是一手位移 但是被狸猫顺度过来 这样被动 然后再跟上技能上来 挂了个轻石 直接点死了 对 刚好文哲过来 吃了一个头 那夜叉拿到 初始继续的周易 会非常的大 是的 这一波 初始节奏 其实是不太能想到的 因为我原本设想的 可能是 LV这边会先动的 概率会大一点 那个位置 文哲过来的时候 两人 夜兰和猫猫头 好像似乎没有察觉到 那个位置 所以说他们往前压了一下 然后正好是给到 文哲绕了一个圈之后 走到了身后了 其实那一波第一波 没有杀机 反手夜幕子 那波来得很急事 没错 好 看一下下路这边 夜元火 是选择直接开动啊 那这样的下路 是在摸 这个脸 双方呼唤一个资源 但这边能不能留人 今晚这边手里面顺步的 直接可以留 直接留 然后侧边站场 这边直接给 这个 夜元火 能不能往中转一波 能往中转一波反正要输赤 嗯 发了电影 压到 但是想要去留的话 有点困难 没人可以压起身 留是留不下了 海底斯 直接 好 大招击招 小普遇 杀不掉 对 LNGM下路是换掉了一个 低支脸 还比较近向 盖针吗 主要现在LNGM的防守点 可能是要放在扣的身上 他身上带着这个夜元火的子弹 是的 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守住 找找机会 推推塔 我以为这个 打完上路 夜元火会给到夜兰呢 我给扣的了 LF这个阵容单压成2啊 嗯 一个大月丸 一个化金 是的 它弥补了 比安花压起身 有延迟的一个短板 是 至于LF的节奏点 还是要放在打野身上 没错 暂时来讲 扣的3.5K的经济 其实不差 但是能知道 这边有一个人头的近账吗 会比扣的稍微高一点点 双方各自都是 各自都是一个人头 没错 差距没有拉开 大狼现在刷的会比 妖狐更舒服一些 对 对 就夜兰上路那一波 被搞得太难受了 不过 这个也其实侧面 打断了一下 LF的整体节奏 他们本来是想靠着夜兰这个点 去打一个4K的 但是那一波 接下完之后 可以看到现在夜兰的一个推塔速度 并没有加快 对 中路队队已经是有些差距 今天放不到之后 直接摸塔 加纸 今天有 一个锤子 但是把人给逼对了 是 差一点点 这个防御塔就掉了 但是我感觉扣得不太想让死 想来个二回头 哎呦 想操作 把人逼得只能撞场 现在文角 他这一波处理 很机灵 他没有交位移 没交 对 他交的话 会被大跃完直接位移根 这边直接换塔了 就是上路的一塔 被扣得推完 而下路比较近 也是推掉了一个下一塔 双方的经济是持平的 但是白狼这边的发育 对位会更加好一些 是 其实对于白狼来说 前中期只要不受 不受骚扰的话 他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发育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事情 双方这局可能要在中期 打一波 比较伤筋动骨的团战 RF这个阵容 他必须要在中期 平凡地去做事情 平凡地去起节奏 是 但是你拖到大后期 白狼这边神装一起 他叠你真的是 拳拳到肉 是 只要是白狼这个脸 前中期没有怎么去 针对到他 其实没有压到他的发育 中期就必须通过 不断地打团 去把自己的优势 想办法去扩大 不然的话 一直让白狼去发育 一直去发育 拖到中后期 成型了之后 其实再去打的话 就不一定打得过了 没错 这局看一下 安建的瑕疵是宝座的 有 火狼灌海 能不能压住起伤 压住 那可以直接留 直接杀 来人了 来不及交 呦 留不下人了 文娇已经被带走了 文娇是cd 那个锤子的cd刚赚好 嗯 还没来得及呢 对 就是大游丸体系 有段时间没出了 所以大家可能会 你忘掉大游丸 很多时候 他就会靠他大招 然后带着上我 是恶心里淡淡的点 对 而且关键还有一手迷豆子 直接那个大招 节省压的起身 其实你没有锤子的话 很难跑的 对 而且 豆子压起身是压两段 一技能打起来之后 你飞在天上 他要备动机也好了 是 主要大游丸 这个点 其实今天上班位还蛮多的 就 包括近期就是季后赛也好 或者说常规赛也好 很少有被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他都对这个事实 有点陌生了 是的 现在全村的希望可能就聚集于白狼的身上 对安静们来说 我外特被黏住 但是也不只赶过来救场 一技能加大反手砸 准圈 好 这边撤退 控制量给的很好 但是没有那些输出 第四年 现在二货选择去挤火一波 夜叉刚刚赶到 这波球最小白子状态并很好 放出到 达文第四年来拉一手 居然回来反手给压吃 但是又吃吃走 吃下顺步 这就是前面我们所 考虑到一个点就是 匣子在旁边的话 你 的 化金和大游丸 想要做事是有点困难 是的 这个位置现在还想勾 但是这个勾没有拉到啊 反手轻易波线 这个下路的话 这层塔皮没有吃到 扣子现在经济很好啊 他现在有六千三的经济了 对 对位领先将近一千了马上 对 他这个点如果去单战的话 等会儿 LNJM的对位 不一定能打得过啊 一对一 还是要去跟人的 没错 LNJM阵容在中期打团 白狼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是 其他的还好 中期呢 白狼也能摸出来一些输出 足够没有后期那么恐怖罢了 现在还在他的发育期 刚刚十分钟 现在大蛇刚刷新 不过这一手 好在是 补了手 霞中少女 在前三手选下来 对于白狼来说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没错 不然的话 最后一手 这个康大威也不太敢补白狼 好 鹅狼冠海没有放逐到 现在LF的节奏点想要放在推中身上 看一下能不能推上去 中路塔皮倒是都在 LNJM手这个塔皮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除非说LF这边杀星就特别的旺盛 应该不会 现在双方的打野都在去进行个单单 LNJM是更想求稳一些 16级 14级 哥俩谁想杀谁都难 除非带人 是 好 这个下路的兵线也要往进送了 但是白狼在侧面赶过来了 这 白狼加个叶叉 在这个地方蹲算了吧 白狼现在首要任务 还是要把经济给扶起来 是最关键的 没错 双方打到将近12分钟 人头只爆发了三个 经济差值1000 这个经济差值很难拉开 对啊 这边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是白狼体系 他们甚至可以接受你领先我2500左右 只要不超过3000就行 对 就往后拖嘛 18分钟之后 白狼直接接管比赛 对 就是以往白狼出场的比赛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惯例 嗯 基本上有白狼的局只要不猝死啊 坚持稳住能够让白狼发育起来的话 都还是蛮有希望的在中后期 没错 但是大元线的单带 安杰并不是很敢去管他 需要注意一下在这一波 哎呦 蛇团如果开团的话 对于RF来说会比较占据地形优势 是的 无论是豆子的大招 还是比安花大招 对 这两人大招其实在这种 尤其是蛇坑啊 或者是野区打团的话 战斗力有点太强了 对 因为有张物阻挡 你是那种一马平川的地形 嗯 你不太好走 当这个位置的话 去逼掉了一个 狸猫手里的顺步 下路的兵线网进一推 那么这个塔的话 看一下阿空 有没有机会一个人拔下来 直接放了可以 文哲现在很清楚 自己需要做什么 他单单可以带不过大跃丸 但是打团的时候 他必须要对对方的后排 造成一定的骚扰 没错 不过这个局他想要做 是特别难 是不是这样难 对方有个画镜 还有个这个大跃丸 包括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三技能啊 这波回了不少血 顺步跑了 拉开了身距 现在马上刷新的是 第三条的地震 你现在各自是拿到了一条啊 没错 主要打野对于经济是有一些差距的 然后中路线也有对于经济差距 那现在这个大蛇门口的视野 已经是被拿到了 打不单打下来 现在就可以 双方打野可以先安心带一下线 没错 结果双方想要开战吗 看一下 有 先放不到一个狸猫 给狸猫了 这些信息对昂相来说 非常的关键 对方的打野没有大招 要补相补 三千血 两千 要补了 这波安娜拿到了 但是正面这场 狸猫的状态不是很好 保一下 安娜 瑕疵将这样安娜也没 往叶木子也倒 这波感觉被打一个小团灭 狸猫直接上 说目准备直接起脸 找到了白狼 被键束 分手一进 那加普攻 带走之后 完全封印 五个 最后一个 修死一个 可以 修死了 对 文桥这波用二拉一打印记 留下了小伟 是的 将避免了被团灭的一个风险 残留的火种啊 这波夜兰 其实也是特别凶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首先 狸猫的位置 直接进场 这个位置差点被击杀 然后先被吃走 但是反手安娜这个位置 跑不了了 那么这边的话 最后也是剩下了夜叉和白狼 但是鱼呢比较惨 被夜兰直接追着打 夜兰这波是顺步加位移 起脸去打输输 对的 然后这个血量 防御塔攻击了豆子一下 确实 那蛇最后被LF非常顺畅的拿进手里 直接拿了 这条蛇其实 相对来说来的比较突然 就LM这样子 这波有一点点 忽然感觉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是前面发育的好好的 稳稳的 突然这一波的话 一下差点被打了个团面 现在白狼把节奏稳一下 他上一波的处理怎么说呢 就是没说出位置不说了 也没经济 对 那个时间点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好接的 白狼还没有完全到 他的一个强势期 好 下路这个位置 看一下侧翼小伟 也在给野区的一个视野 等着兵线往上走 那么外塔的话 其实可以放掉了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守下高地吧 那么现在经济差距将近4000 非常大的一个差值 没错 而且推高地的话 我们看一下 能力不是很强 能角回来了 这个停开一波 没有想要先磨塔 而不这波的处理比较稳 是的 这波兵线的话 很快就要被清掉了 能选择直接去压进去 还是比较稳的 有稳一些 中二塔扣得可以单人带屌 小比昂华在这种推高地的团战当中的发挥的作用太大了 很恶心 对 这个地方就给你脚下铺技能 对 他就一直在能反死了 他3131 然后你人站挺的 他放个大 是 现在他就是手里还捏着大招 这个很关键 还有 是 下高 看一下大招进来 哎呦 直接把人耍残 还好没兵线 是的 你看就就这一个 给你直接 直接来了一个三角形 一放在那里走都不能走 前进也进不了 安家们回去补给的时间 把冲锅拔掉 已经没有了 再接一下下路的兵线 下高应该是有了 安家们现在节奏 遥遥欲水 怎么办 有没有扩举止法 看一下 斗子大招先给 你们大招先扎进来 推塔 再之后 输了一下双方射手的位置 下高地也点掉 再之后 这一波 夜兰的状态是满的呀 没错 两路高地已经直接推下来 并且还换掉了对方的上路 燕木子这边复活时间还有三十多秒啊 看一下能不能守一下上路的高地吧 这安家们这个阵容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牵线能力 确实 而且他们现在拿出来白狼啊 还不到他的强势 包括两波的一个节奏 导致现在说中下两路高地全掉的情况之下 其实野区的视野是有点失守的 不太敢出去 最后一路高地了 安家们怎么办 安娜这边大招技能先看一下 对一下兵线 放逐给到了辅助 安娜这波想要找机会反正我给推 直接留 匣子被留了 没了 那这边状态不是很好 但注意一下大远王这边更长落下来 没了 黄金之海这边心心留下一个上路高地 没有推掉 只是一波机会 你们能不能装出机会 反而做得不是很好 先回家 那些夜兰想要找机会 对我这边帮他扛下塔 这么说 往前追击 这边直接点掉了对方的夜叉之后 反手挂一给了礼貌 只剩白狼狗 倒地三人 上路加射手 轻轻能力并不是很强 响一波中下两路的线都来了 必须把艾尔夫这边的人全部击败 有没有机会 机会不多呀 直接往前压 里面这边顶不住 有点难看 踩起来空中之后 夜叉之地上的顺步往前再过去不够 留下 恭喜艾尔夫 强行拿到赛点 恭喜 也觉得比赛在中期艾尔夫 忽然发力 并且正面击溃了艾尔姬苦心 就是营造的局面 他们原本再拖那么几分钟 拖到白狼发育起来 是有比较大机会的 但是很可惜 前面14分钟的安逸都是假象 突然一波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蛮尴尬的 正常来讲 对于白狼来说的话 就前面14分钟 他蛮想要这种节奏的 你们随便打 让我发育就行 其实夜兰相对来说 前面的处境会比白狼更难受一些 他想要的是速度推 但是被断了两波 但是大悦玩的节奏好 就是 妖虎是可以跟队友节奏推的 是的 对吧 你节奏好 那么我就可以舒服了 就下路那一波 尤其从那个地震脸的争夺开始 被打了一波 就剩一个文角了 除此之外 四个人全部阵亡 那一波开始是一波大节奏 再加上那波大蛇 一步踏错 步步错 这个 确实有一点点难受 这个是对LMGM来说 是有点难以接受的局面 那波是阵亡了四个 然后大蛇也交掉 交掉 这个就很亏 然后连着两路高地 LMGM这个阵容 他不具备什么去打 逆风首线的机会的 是 就他没有这种功能啊 你想想 安娜如果琴线 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很危险的地方 是 好 那看一下这局的赛后数据 好 可以看一下这局 17分42秒 人头比是12比3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 夜兰的妖虎 51667 是的 哈迪斯这边的输出也不低啊 打了4万多 但是我们可以从 双方的整体经济曲线图 看下来啊 基本上12分钟之前 包括13分钟 其实LMGM完全能接受这个经济差 只要让我白狼发育就行 但是呢 比较尴尬 有一个在14分钟 就是那波递着你啊 突然一波经济 直接被拉开了将近4000块钱 这个就有点难接受了 这一局 我个人认为LMGM在前中期的节奏其实铺的还蛮好的 确实蛮顺的 对 然后就是那一波出了问题 嗯 那一波就一波定胜负了 哎 好 看一下 小绝对家 好 这一局可以看到 小绝对家给到了夜兰的妖虎 714的KDA 92伤害率 38伤害战比 伤转437 成长12% 是的 这一局夜兰除了在第一波那个位置啊 蛮尴尬 被打了一波包串之外呢 其他基本上就很顺起来了 就主要是Code的节奏太顺了 夜兰的打法是非常具备个人特色的 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有顺不起脸的镜头 基本上你分开 大部分都是它 是 好 我们看一下这局的高光时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大师方好像你这次攻击 到处的防御 再攻击 双克吹进 进方式招肥 参加行进 二人 当不投降 开盖 开盖 打盖 一套 还不得 正确 三个 一 好的 那看完高光时刻之后 来到了双方 最激烈 最紧张 也是最残酷 选神 研磨这三个点 这几局是很难放出来的 基本上都不太愿意见 主要是这种东西 你放给对方 容易给自己买雷 对的 没有说拿到这种事情之后 对方没有办法 如果百分之百把你摁死的话 基本上很多队伍都不太愿意放的 宁愿我占一个班尾 我都不给自己给这种做 好那看一下这边的第二首 也是扳掉了天井下 犬神基本上就放不出来了 犬神是六局被摁了六局 看来小伟不太诚实嘛 这小孩在录节目的时候 他说阿库拿 他说了 玩夜叉乱捅 对对对 我们那期节目已经录出来了 然后还没放 应该是决赛之后放 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小伟 他吹的牛 就是他觉得决赛 他们是肯定会放这个东西的 对呀 他说根本就不用搬 对根本不用搬 没什么可怕的 然而然而今天六局搬六局 是的 好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首 怎么去搬 怪不得他当时问了我一句话 这个节目是决赛前放还是决赛后放 哈哈哈 他也在心里打鼓 行吧 好那看一下这边的第三首啊 怎么考虑去搬 在一首选择的话 LNGM其实是有一个优先选择权 上一局大约完也放出来了 不知道这一局会不会放啊 而不呢 他嘴里就一嘴假话 他是典型的渣男 就是那种说话都是假的 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就是游爱静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跟吴远超说 我说这东西没有用别玩 吴远超哼就玩 就玩 然后就没玩过了 然后LNGM就典型的 他说话就很怎么说呢 很很老实 他就说啥就是啥 小明是不小明也是假的 小明说这东西是没用啊 真不拿 拿了一句 拿了一句赢了 然后有没有有没有用 啊爽不爽 爽不爽 我说我说我还是觉得没用 他说那我也这样觉得不拿了 哈哈哈 就两边两边都是在在 在玩假的 那果然还得试一试吗 决赛的bp很关键的 他们现在就是互相给对方放烟雾弹 哟 双方直接败上路了 那大月玩放出来 一手选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现在匣子也放出来了呀 匣子也有啊 匣子有主要是这局 LF好像这几局 他对就就就这个腰服 还换意识到了 就是LNGM 他是想要转前中期比较快的那种点 对 所以腰服不太不太愿意放啊 其实我感觉这也蛮符合 LF的作风的 他们基本上在 往日的比赛当中 其实拿到赛点之后 他们是不太愿意给你拖的 对 就趁着啊 气势还在 一鼓作气 那这边的话直接腰服加侠 怎么有什么太大悬念 包括对方拿到大月玩 但是有一种善意中点 是放在外面的 第三手其实完全可以拿 甚至说拿别的点都行 他人家们怎么考虑吧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太关键了 嗯 而且今天的魔魔咒到目前是没有打破的 谁在牵手帮谁赢的 RF第一局牵手 对对吧 然后后面两局赢的也是牵手 RMGM也是 是那就看这一局 好的 看一下这边的第二手第三手啊 RMGM这一局真的是他们的回家局 对就这局如果输了 也要继续输了回家 RMGM就他就不是拔罐王了啊 好看一下 二口女加上原来劲 然后RF这边拿到了善意 可以这边的话我就拿下来 我就比较怕 RMGM这边等会 从路再补一个安娜 感觉就有点难打 这边 我感觉他们第四手 RF这边的话 中路的选择权其实蛮多的 应该大概率不会考虑去班中了 化琴 也 他们也怕RMGM这边去打双压 因为双压真的是可以 有机会稳定秒掉一个的 你虽然有匣子 但是上一局我们也看到了 对面有匣子 但是你防也是防不住 对 你这个很难防 而且上一局对方那个阵容 又有迷豆子 又有大运玩又有画镜 就是控制技能太多了 压起身的点配合的点也太多了 血迹黑东子摁掉了摁了 这个 这也就得亏不是现在的版本 我们现在是519 如果说现在比赛版本 版本是现在游戏版本 那肯定是雪通之九四两三种 那确实 好别样花别样花 索下 索完之后 RMGM现在 应该是千机 概率会大一些 但是关键就是你辅助为止 有一个有一个绝佳点 也是RMGM的最优最优解 就是他们近期玩的特别爽的一个点 凤凰火 凤凰火 对 凤凰火其实确实他们在技术赛 包括常规赛其实玩的也蛮多的 但是现在如果说考虑到选的话 还有焦土 焦土 确实 但是RMGM的凤凰火 一段时间里是被打上过班位的 有 经常班 那段时间真的常规赛经常班 那么凤凰火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康大尾啊 打野位怎么选啊 啊打野位选了是善意 那么现在的话要补上路 就是小伟这个点 现在选的点不是特别多 因为上路班点 你看狸猫 蟹鸡 黑童子 包括这个迷豆子 全没了 没了 没了 你就连黑童子都上班了 你有什么话说 那怎么玩嘛 雪童子嘛 什么墨呀 他们这样玩就是想要逼你 RF在上路去放一个没用的点 再来一个 在这个版本 我要叫版本作用微乎其微 你包括玩他的人也是一边骂一边玩 其实这一首石墨墨 你要知道 小伟之前 无奈这句写过很多次 OPL几大圣经之一 远古圣经之一 好哥哥 我不想玩猪了 一代野王硬言 流传到现在了 好哥哥 我不想玩猪了 你看硬言那时候都玩不了这个东西 那时候石墨墨还是最强的时候啊 对啊 能秒人的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们这个OPL的上路啊 大家自从玩惯这种开团形式神 包括工具人事情之后 就不太想玩单带操作的了 因为玩得很舒服啊 这局如果说RNGM的BP 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是想逼你上路去玩到什么末 他们成功了 但是后续他们能做的事情 感觉不太多 因为你云外镜 云外镜我们回顾一下比赛当中啊 就是能赢的局很少靠白镜赢 确实 白镜都是那种大优势了 你半个什么上路都能往前去压高地的 对 他更多赢的前中期铺杰都是靠黑镜 是的 你包括今天的那场比赛 也是黑镜加了个卷 去赢的那波团 对 RNGM 但是现在双方已经基本上这个正容敲进了 其实该班的点他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这局真的太重要了 对 这局的比赛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些不敢说话了 但是不说话的话 我怕大家举报我说我混工资 但是情感上来说呢 我的感性告诉我不说话是对的 因为太紧张了 有点说不出来话 对 但是我的理性告诉你不行 你在打工 你必须得说 好 我们活一下气氛 因为来到双方最紧张的局了 这一局RNGM的BP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 想要去逼迫RF去拿了一些 他们想要他拿的东西 嗯 从目前来看是成功了 但是节奏能不能铺开 我们需要把视野聚焦于双方的打野 没错 好 双方的第一个局比赛 马上开始 在这一局里可以看到蓝色方RNGM 红色方RF 目前RF抢先拿到赛点 比分2比3RF领先 我是本场解说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如 还有也是提醒大家微信搜索 金小链同学校程序 尽多年纪底下 专属大学生的三岁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几个手续 iPhone14都有大小学习能力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 把金小链同学队的 本次OPL决定在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决定在热买当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 概率获得选择 亲笔亲笔小卡 更多什么请散布下 屏幕二码或者登陆 失控像素小程序 进行了解 来 看下双方的开业和分线情况 其实今天开局之前 我们当时不是在看比赛 对 就比较担心的一点 就是前两局 因为我当时 就是李宁这个队伍 他们实力很强 但是就怕有时候心态不好 所以前两局的胜负 如果说能够赢一输一 或者赢的话 我感觉他们心态是会很好的 就怕连输 别看现在RF拿了赛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 无限可能的 无限可能 确实 因为他们是先把分 拉到了2比2的 对 因为现在的话分差不大 他们有容错 对 都有机会 而且他们每增加一分容错 RF就会减少一分容错 这个是最关键的 没错 好 看一下中路这边的对线 这边WAT 血量保持的还可以 但是哈吉斯优先抢了 刚二级 你说这边对线的处理比较谨慎 他现在更想把自己的作用 发挥在打团上 而不是说在现优上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RF整体是很疏忽的 没错 好 看一下这边文九啊 也是赶了过来 直接过来 给手压力 打一套 转一转 顺步跟 能留吗 顺步呀顺步 是 把人赶跑了 但是这波的话 杀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转兵线啊 这波他要回 回完之后 扣的是不可能把线卡在防御塔那位置给他吃的 就 待遇是不一样的 对压力盘直接化解了 这一波安静命的抓也是奠定于 哈迪斯往前连压两波 来 从目前 扣的真帮他卡了一波线啊 这是你吗 这吴远超能做这是 想不到想不到 吴远超打常规赛就是别吃别吃类型的打野 他不是说对面啊 说队友 他是说队友不要吃 别吃别吃 我来 他是个打野 他说队友不要吃他的东西 哈哈哈 这这这局有意思 而我打大赛和季后赛确实是不一样的 真不一样 主要是 想了想队友 一个常规赛过去蛮受委屈的 嗯 这好歹决赛的给队友留点面子吧 有点游戏体验是吧 没多委屈吧 因为孙兄的话来说能赢就行啊 是吗 他他这个分离是这样啊 哦好吧 我们以前开黑的时候你也知道玩鬼死白 我们打算他推他 对吧 蛮离谱的 我说实话 注意好 那么现在双方的转线节奏除一个 军事并没有发起主动进攻 哎 那 那这一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推了 这波线推进去之后 大一完第一次 往前掉线 大一完要往上跑 肯定就会大一些 同期中 两边在这一局 坏了 咱们只要推一波线 这波的话 嗯 还没有人去吃 前期自己怎么回事很关键 你你 二三五六 你看现在直接都会有一下 就岔开了 对 这个地方 再神经下来 稳久过去去补了这波线 但是 说实话也漏了 也亏也亏 那 这一局 哟 连着四局 剩七楼之后 就是 注意 两局 递着你了 嗯 这个版本就比较有意思 我看到 White和哈迪斯 往中路一站 他来对线这个风格 我觉得是 LF逼格技紧分身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 一切化三进 直接化成三个人 就是真正的逼格技推移了 然后剩下两个人 在中路对线 是 看来风格真的很像 确实 不过这个蛮契合 对整体的需求 对的 好 烟雾我这边拿下来 同伟 这局刷的还是盯着你 是 但其实说实话 就对于 LF来说 你看他们 其实在中路的选择方面 真的是有传承的 就这时候比岸花 我放那么多的东西 我甚至可以不拿 都这么多年了 对 我还是 就很专一你知道吗 好 水过来 反正挂一套 打出一个自愈 好 再推一下 从前来看 外的这边 转线下来 很舒服 打的很舒服 叶兰这边 难受啊 塔皮也吃不到 是有点难受 现在推不到啊 但是 哎 放逐到 上一塔 直接拔掉 我再看一下扣的处理 反手挂二三 要断了 要断了 完了扣的 那肯定要出事 扣的 扣的要出事 二口 这个配置 扣的 还在走 小伟有危险 跑了 小伟没顺 单开 上技能 回个头 小伟没6没6 但是能留 反手 极限反杀 哎 扣的这边再次进场 好 单技能 再刮 反手有二有一 他是能走的应该 但是有说不跟 好 这边留下了 帽头有想法吗 帽子 累祸到 没6级啊 被动 铁雷手 这也是三个地方 好像三级能 就中了一段啊 多中一段 他就不死不了 是 主要是猫头 这波很很难受 没到6 他其实到6啊 这波结局就真的不一样了 对 然后这就连次一波 让青蛙拿大 拿完之后就不能走掉 比方 话 他现在这个位置 封锁了一下地形 好 双方熄火 是的 现在人头2比2啊 在经济方面的话 双方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没有被拉开特别多 主要LNGM 他们目前野区资源拿的比较多 上路的叶元火 包括下路的第一条资源 再加上上路的一塔 都已经率先拿到手 其实我觉得最赚的 应该是第一时间去转火打扣的 扣的如果第一波死了 你再去转火 去打这个什么摸 没有任何的问题 确实 因为扣的那个位置 是必死无疑的 他手里二技能没了 三技能三段刮完了 没技能了 那个地方我显示 可能上一塔被推了 大家还没有地标 他们分到扬标了 想的是收益最大话 大家一边留一个 对 那这样就血赚 然后贪心什么都想要 结果 什么都没有了 呃毁灭于贪婪 确实 这这一局游戏总结出来的真谛 不能什么都想要 不能什么都想要 但说明安家们在这一整局的进攻性非常的强 是 这对于安家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嗯 因为决赛他今天 这几个选手是从未打过决赛的 我们需要注意 是没有一个人打过决赛 就他们这五个人 对 说实话 所以说在之前这个队打过 拿过冠军 但是 这个队拿过 但是他们没有打过决赛 对 所以他们今天没有紧张 反而能打出进攻性 就说明 很棒 今天已经在蜕变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赛季练出来 包括很多选手 他不是新人 他练了好几个赛季 才能沉淀出来的这种 没错 下路 这个位置 安家们比较熟悉 目前他们就在这个位置打赢了 开白金 又想压 白金这边被打退 没有什么太好的成效 这不想要反打吗 交投就能开大 平外撞的不是很好 手里没顺的 野花 就能压到两个人 白手 312 今外很惨 一丝血 差一点点 还行 还行 两边 都 收手吧 收手吧 确实收手了 都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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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今外就差那么一点点 太关键了 诶 再不走 要出事啊 诶 怎么说 走吧 真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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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走能走 守不住的 守不住的 那么中路这边的话 也是把兵线处理了一下 主要是哈迪斯过来 那个大招 他是太我心了 他走过来 二拉到了两个 闲停信步 走马观花 过来 二进能拉到两个 反手 三四一 对 就是有点真的太我心了 就是那种地形 对 你没办法动 而且一堆人全部都卡在那里面 好 那两边把状态稳住 嗯 现在塔框方面的话 还是比较镜像的 双方都是边路的一卡被推掉了 我们看一下出装 说应该是 应该是双链刀加水油像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我们知道这一局装很稳啊 没有出极限无梦的镰刀 出的是一个挪刹王骨锤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对于这局是真的蛮谨慎的 但是有一个点 鱼的经济比也难高 哎 拉到 吃回来 出得来没顺的 急火能不能秒掉 这没顺 能秒了 能秒能秒能秒 然后之后 烟幕子这边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有三有顺 走掉 但是萌萌下来之后 二口 哎呦 这一波技师黄魂 直接找到了对方的射手 与这个位置没压到 但是没有人去打他 哎呦 但是叶木子叶木子叶木子非常危险 选择用一手卷来捐掉自己宝队啊 哎 没人挡炮 这 满血妖狐站在辅助旁边 这不是好兄弟吗 怎么回事 那么按照对于艾尔夫的对内语音了解 应该就是 去死吧 猫头 真的 真的 受不了了 妈妈都一摔手机 是尬黑他们打训练赛和转克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啊 给灭吧 先是焦土这个位置上一波顺不焦了 可以撤了 然后 燕木子到这位置 他感觉不对劲了 哎 所以你看他第一时间回头 你看他第一时间就回头压黑镜 他就是想要去保住鱼 对 已经可以了 这一波他算是将功补过了 他没办法 他只能赎罪啊 本来这个地方可以当跳板了 已经赎罪了 这一波把猫猫头给带走了 结果发现自作自受 没办法 但是猫猫头太难受了 手机一摔谁爱玩谁去 啊 这个他们对的语音肯定 就差不多是那样的 但这一波应该不是故意的 应该是 也没有顾及到 估计是没没顾得上 没看到他 反应过来的时候 肯定也会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我们先看一下 至于多 燕木子现在只有9级 又有16级 打9级 两个人不是同一时间开游戏的吧 怎么感觉这 扣的这个等级 比他先开了5分钟啊 主要是连续了两波 吃不到经济啊 吃不到等级 他现在很脆 看下二口女主位置 非常的危险 被盯起来了 这要被灭了 坏了 不能倒啊 雨 你这边加弹之后 今晚这边也要出事 今晚没了 这个直接被 哎呦 正面啊 这一个灭节带走之后 文球全球的希望 你不能倒 白剑保一下保不住 三大神器 还有吗 还能往前在底下 尸身灰酒了吗 哎 完了呀 给到了时梦梦 11分钟一波团灭 等于是 是的 只剩下文球一个 直磨直接大蛇了 终于他直接拔掉 反手大蛇 然后你现在在本赛季 频频出现过亮眼高光的表现 他们完成了我们本赛季的slogan 不顾热破剑成光 那么在这一局极大逆风和劣势的情况之下 他们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 我们期待一下 没错 现在整个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回放 其实特意这个位置的话 是率先被找到了射手啊 现在秒 反手后面的机关 其实手里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再没有能跑的技能了 中路阵变 其实比安华放了那个大招啊 真的有点蛮恶心的卡 出了他们的一个站位 很大神气 现在太紧张了 那么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差值 在绕完蛇之后 差距是3300块 对 3300块 5个人多的差距 嗯 直接是中路那波阵型被打乱了 直接打散了 是比较大的劣势和逆风 但未必不能尝试去翻盘 只要没有结束 都有可能 都有机会 这个东西不好说 好 看一下下路这边的话 现在兵线啊 是有蛇 现在上路的话 文哲在清零 那么下路二塔 可以直接让了 而我法官王的统治力和压迫感 在总决赛的发挥 让我们看到了 以往的他们 嗯 太恐怖了 现在有点节奏窒息的感觉了 没错 上路这边是对待 下路斯威斯 白镜开起来 先下兵线 前击达到进来 在这个位置 压下兵线 然后之后反出卷三个 但是没有人都更猪猪的 没办法 第一波兵线处理掉 但是还有兵线 还有的 第一波兵线 然后你基本上是用了 两个大招才处理掉 没错 那么这一波没有大招 他们应该去怎么应对 好 文哲这个中路低方的话 先把兵线暂时先处理一点点 那么看一下下路 下路不太好守 但是考虑到 大招可能会绕扣 LF这边的站位 收缩了一下 这波兵线处理掉 还剩最后一波兵线 是的 这波兵线继续推 那么中路的话 扣的也是把兵线带了过来 中二塔的话 可以直接往下推 现在扣的经济 9100 傲视群雄 他对于后排的威胁 无限大 最后的这个机率 有点超越时间线了 说实话 这个不止线级 还有等级 十三分钟十八级 这个比较大 觉得在这个位置 给的应该难受了呀 这边放逐到了一个 先亲兵先亲兵 兵线兵线兵线 什么都不要管 保密保密保密 保密线 兵线能处理掉吗 中路处理掉了 下路还有个普通兵 又来了 完了 这一波看一下扣的 这边直接进场 未进场 刀剑的顶住 坐下来之后 下路高地推掉 顺步拉开证据 这一波的话 没有留下 折线一路高 LF和LJM 勉强都能够接受 对于LJM来说 他们是非常能接受的 毕竟是 这么大的劣势 只被推了一路 但是LF 只能说 小悠 是 这边的话 推完下路高地上路的野区啊 LF是没有机会去动的 这边想要去摸 BJ年 那么现在 LJM选择用这条地车链 换一地的时间啊 再去把野区刷一下 然后去发育一波 再拖一拖 现在LF整体经济节奏塔框 全面领先LJM 是的 这个领先 说实话 不小啊 LJM这边打团 你不说打赢了 你打个2x2都已经算是奇迹团了 是 好 这条大蛇收益直接是1000块到手 所以我们看一下门主要这个位置想蹲 这个位置不好蹲吧 下路的兵线还得轻 好 LF转线直接来到了上路 上路这边的话 一塔都还在 LF的选手现在战役昂扬 九星王朝 欧瓢历史上的第一个 难以超越的存在 正在向他们招手 LF转线现在经历着 决赛至今为止最大的压力 是的 他们能不能把压力化为动力 我们就要看他接下来的几波处理 这波先放置到一个能不能压住起身 看一下 没压几波先吃吃走了 先吃再顺直接保住 是的 这波估计也打不起来 尝试处理非常的稳 好 可以直接撤退 中路的兵线也来了 进来被已经交了 白镜白镜这个位置 处理兵线 没什么太大问题 轻视轻掉了呀 下路兵线也来了 还是得处理一下 二口你开大招这边去考虑压下血线 不到16分钟啊 野区呢可以去 压榨一下 LMGM现在有点出不来 是的 LMGM现在在以最稳 最谨慎 最妥善的方式 不断的蝉死LMGM的经济 并且压迫他们的视野 这种情况 说明LM想要以最稳健的方式去取胜 没错 LMGM能不能撕破一个缺口 很关键 现在主要大蛇也刷了 这条大蛇的话 其实给到LMGM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很有可能这条大蛇 就是双方的胜扶手了 这一波LMGM过来开一下视野 哎呀这被刮残 对面是假开 但是夜兰的状态被抓了半血 没错 找野怪吸一下 LMGM想要自爆 我可以感觉到他现在非常想要去做事情 即使把自己捐掉他还想做事情 文桥这边找到了扣的 大家就能捏在手里 不着急放 鱼在车一放出到了 放出到了 最后的机会能找到 看一下这波三几台欺费 鬼向后面的蹲给到了 这有来了 这波跑住了 可以见一下到了三个人 但平安花在这个位置 大技能限制了 猛猛多的控制和散开 粉丝挂三腰 水擅长 外特这个位置怎么办 仰入狐克尔 深入敌方腹地了 外特这个位置想尝试 但是 完了呀能走吗 飞起来 但是粉丝的比安花 而且他挂了这个脚踩不走 好了 哇 这一波 极限的拉扯 但是冰线冰线 冰线来了 冰线 下落的冰线 下落的冰线 再不回 顶不住了 艾尔夫线已经洞袭到了 这个消息 没错 再往前压 反手摸蛇嘛要 感觉外头 有点顶不住这个冰线 看下冰线 冰线 怎么感觉 有很大的威胁啊 好像能来得及 好像可以 可以是可以 但是 中路的线也得轻啊 现在冰线 其实压力会有一点点大的 稳住稳住 两边都要稳住 艾尔夫在刚刚 险些出现问题 这也暴露出了艾尔夫 他们现在也抓到了 艾尔夫家们可能 破局的点 就是在于尔文旧的大约玩身上 是的 如果说在开门之前 被他们嘟打扫 蹲到了一个关键的点 那么前面创造的优势 步步为营 创造的节奏 很有可能就 一波送没 是的 确实上一波 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啊 那个位置的确是 队友幸亏来得比较快 不然那个位置的话 可能真的要出时 但是我们看一下 现在下路冰线又往进送了 是的 这个冰线能给艾尔夫 创造打成的时间 必须很多 一分钟时间都没有 怎么说 怎么说 一回去了 前几拳他回去出了冰线 少人啊 那叫大蛇肯定要让掉 艾姆子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好 他必须要回 是的 那这波抓蛇 我们看一下文桥想要去尝试 但是不要话不给机会 两个路口全部被堵到了 正面在平凡的骚扰啊 那这条蛇 怎么说 小伟能不能来人 五千血要博强扶了 文桥要走进去 但是没人抓蛇 怎么办 博强扶有点吗 没有 我打到了大蛇 而且文桥这个位置 飞着的位置 马上捐掉 完了 也不拳不到地 于这边一尸线被留下之后 完了 没了呀 这一分没了呀 只剩外特有只 也不只想卖掉自己 没了 捐掉了自己之后 外特一会四 没角度五行之阵 是吧 拿到了吗 好 没拿到 四神乎一也够了 带着兵线可以直去大野 赢了 来如雷天收震怒 宝如江海 您清光 恭喜二夫拿下二零三年 欧比二春季赛 终决赛 恭喜 他们完成了史无前力 且难以超越的 九冠王成就 从常规赛的磕磕漫 到不断被质疑 二夫拿出了十二分的实力和干劲 在今后赛 他们再次供估了八处地位 没错 这是难以脾气的傲人战果 他们怀揣着什么阻挡他们 就毁灭什么的豪情壮事 一路沙船 恭喜他们 恭喜 清醒这金色鱼的心力 恭喜LF战队 荣获二零二三 OPL职业联赛 春季赛 总冠军 九冠王朝 蓄血巅峰 昔日 在赛场上挥洒的 努力和汗水 奠定了他们此时此刻的成功 每一次的成功都少不了台下 无数个日夜的艰苦训练 付出总是会有回报 冠军实至名归 极箭之上再创辉煌 请LF的队员们此时此刻 尽情享受胜利的欢呼吧 恭喜他们 好的看到此时此刻 我们的LF的冠军队员们 已经穿上了象征着我们OPL 最高荣誉的冠军战袍 相信这份荣誉 对于我们的队员们 也是在这一整个赛季 所有的努力和较量 拼搏和奋斗最好的证明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的冠军队员们此时此刻的心声吧 来我们从教练先开始 感谢队员们的精彩发挥 创造了我们九冠的奇迹 好谢谢教练 也要谢谢我们的队员们 辛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神木 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LF刘逼 非常简短但是非常霸气的发言 好那么接下来 小伟 其实这个赛季LF并不是一帆风顺啊 在经历了我们常规赛一小段的实力之后 在今天LF还是延续了你们的传奇 那么这一次的胜利对于你们来说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肯定有意义啊 因为这些队伍都变强了 然后我们也变得更强了 再次证明了LF的实力 好那接下来把话筒给到code 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 那一直以来也是有非常多的粉丝 在支持着你们 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谢谢粉丝们的支持嘛 尤其是这个赛季 因为我们常规赛并不顺利 然后有很多粉丝为我们担心 就怕我们状态不好啊 或者说从这个颠分低落下来 然后他们一直都很在乎我们 然后我们很感谢他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支持LF 然后我们也不会让支持我们的粉丝希望的 好谢谢code 不管是低谷还是巅峰 我们的粉丝们一直都在 也是要感谢屏幕前的每一位 那么接下来哈迪斯再次拿到这个冠军啊 其实我们平时看到的哈迪斯 一直都是非常的寡言少语嘛 可不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 此时此刻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呢 还是挺开心挺激动吧 感谢我的队友 也感谢粉丝一直以来对LF的支持 好谢谢队友 谢谢粉丝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相信大家也都能看到 哈迪斯作为一名老将 在OPL已经征战了四个年头之久 他一直还在这条道路上努力 好那接下来夜兰 哇今天的夜兰 我们常规赛的击沙王 今天在赛场上依旧是如此的神勇啊 那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想要分享一下吗 这个赛季我们对常规赛打的并不是特别好嘛 然后当时 首先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队友 然后还有这个赛季加入到我们俱乐部的神木 一直在给我们进步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 然后当时常规赛打完之后 大家都开始很认真的训练 应对季游赛 然后最后冠军终于是拿下了 这个冠军是 我直接生下来 应该是 最有 反正很开心 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开心 看得出来我们这一次的冠军真的是非常的来之不易啊 也是感受得到我们队员们此时此刻的开心 那么接下来来到猫猫头 不知不觉间 其实猫猫头从21年的秋季赛加入LF之后 这已经是你经历的第五个赛季了 你觉得自己成长了哪一些方面吗 我心态上的成长吧 就是这次总结赛 其实我们都是均力敌的 但我们的心态很好 每把都应对的很成功吧 在赛场上临危不惧稳定发挥 而且在赛场下刻苦训练仔细复盘 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 LF的成功之路从来都是不易的 那么一路的魔力都将是你们宝贵的经验 今天在我们本就传奇的历史上 LF再次为我们添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一同见证了九冠王的诞生 再次恭喜LF 恭喜他们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队员们的发言 让我们一起面向镜头合影留念 好的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 我就是2023OPL职业联赛春季赛的FMVP选手 他是谁呢 他就是LF夜兰 恭喜夜兰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他在今天比赛中的精彩发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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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赛季感觉我全方面都有成长吧 然后再一次感谢我的队友 他们都非常的积极努力 跟我们一样一直在进步 然后我拿这个奖 其实也是队伍带给我的这个奖 所以很开心也很感激 所有的感慨化作一句感谢 感谢队友也是要感谢你自己 发挥的如此出色 我也是非常好奇想和夜兰聊一聊 为什么你在每一次的对拼当中 都能做到如此的自信 感谢队友的支持 同样也是要感谢你们 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 在赛场上一次次的精彩操作 不交不造敢打敢冲 少年英气尽显于此 让我们再次恭喜夜兰获得 2023OPL职业联赛春季赛的FMVP 恭喜她 好那么在这里 我们2023OPL职业联赛春季赛 也即将落下帷幕 结束不是终点 热血少年的追梦之路还在继续 不忘初心奋力前行 期待我们的选手们 在未来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奇迹 与此同时 在这里也是要感谢 屏幕前的每一位阴阳师大人们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希望未来你们一直都在 最后让我们再次恭喜 LF战队获得了 2023OPL职业联赛春季赛总冠军 请选手们再次捧喜 属于你们的冠军奖杯 敬请享受这荣誉时刻吧 恭喜LF 不负热爱 破镜成功 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拜拜